曲名字幕提供 大家上的很亢奮 看一張人繼續在說 不算 肉油 擦油 沒有啊 跟一個人 如假包環 上過我 上過我那個台灣史解碼的請舉手 好 請幫忙 第一 沒有上過我台灣史解碼 直接上高級辦請舉手 好 也不錯耶 你這樣跳得上可能不太容易懂我講的 但是我裡面還補一塊起來 來 趕快就坐了 我要開始講了 大家不要睡 好像很亢奮的樣子 這一堂課不要睡 來 馬上就開始好了 第一章 不講故事了 需不需要講笑話 不用 有一個病人 不要說病人 有一個人想說自己死 這真的是有這種 醫療上有這種症狀 就是有些人的頭腦某的地方壞掉 他會覺得他自己死掉 過去有這個症狀 你們上網去查 知道有真的一樣的人 有一個人真的想說自己死 雖然他活著 他覺得他自己死掉了 旁邊的人說 沒有啦 你就好好的 不然你不是跟我說話 說沒有啦 我死了 這種人 我們認為他有點怪怪對不對 對 所以他要去看什麼 心理醫生 就那個心理醫生就跟他協談很久 說很久了 最後總算雙方同意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他們都同意一件事情 最後醫生說服他說 死人不會流血 死掉的人不會流血 你知道為什麼嗎 死人不會流血 對 心臟沒有在pump之後 死人不會流血 心臟沒有把它推出來 停在那邊 你知道嗎 所以那病人也同意一件事情 好好好 醫生說這樣我就做實驗了 現在把症狀對你的症狀堵下去 那血沒有流血 表示你 是啊 怎麼流血呢 你活的嘛 這樣就好了 最後他們都同意 他說好 我們再做實驗 醫生就拿症狀針下去 那血就流血了 照理說你聽到這個的時候 那病人應該同意一件事情 什麼 他是活的嘛 結果這病人看到流血 你說什麼 原來死人不會流血 有沒有 同樣的答案 結果他的推論的結果是 完全相反方向 同樣的喔 我們現在把法理跟台灣人共同樣一個facts 事實放在那邊 可是大家推論的結果是 往相反方向去得到結論 那就是 正常的推論是不是 好啦 那大概知道 大家醒一醒 來 下一張 麻煩你 來 把這稍微放大一點 不行就算了 這是什麼 你看 你看 你們都完蛋 海邊 對啊 這個人反應很快 上課這麼多次 對啊 可是在面積來講 天空都很大對不對 閉海嘛 你們就偏偏去說 旺來的 這很奇怪 你們看到的面積比較大是 藍天閉海 還有前面這個 台字很大的 白色 奇怪 你去注意旺來 所以你們已經被設定好 去看特定的東西 你每次看一個圖像 你就去找一種東西 認識的 就是可以被認知 馬上認知的東西 奇怪 這就是被設定好 我們的思想都被設定好 有上過我台灣史節嗎 我有講過袋子的故事 對不對 你們有上過我台灣史節嗎 沒有齁 有啊 我有上過 檢查袋子的故事嗎 沒有齁 你再打瞌睡 好 沒關係 再講一次 好好好 有人沒聽到 OKOK 那我再講一次好不好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在德國 他們那個 戰俘營 德國戰俘營關什麼人 猶太人 不是啦 猶太人關集中營 戰俘營是關盟軍 因為德國人跟盟軍很怕 你如果戰俘輸給德國 你就要叫他關 盟軍裡面有可能有英國 可能有法國 可能有美國人 他們在裡面 然後外面就射鋼燒 你知道鋼燒嗎 就衛兵站在那裡 衛兵站在那裡 衛兵站在那裡 是要做什麼 怕裡面的人頭走出來 但是在德國例外 為什麼 因為德國那時候 戰爭到末期的時候 物資很欠 在外面的人 都有一床沒有一床 但是在那裡 戰俘營裡面的人 因為德國人 想把這個當作樣板 給世界人看 說我怎麼照顧戰俘 所以住在裡面的人 每天都有三餐吃 還不是還有消夜 因為這樣做 所以很多德國人 想說我整個機器裡面 吃頭路 如果帶來就順序 家人可以吃 對不對 所以外面的 站的衛兵是做什麼 防止德國人進去裡面 偷食物出來 對不對 剛好這裡面有個衛兵站在門口 他有個好朋友在裡面工作 每天他都會看到他的朋友經過 然後他說 袋子打開 檢查嘛對不對 他對每一個人都一樣 袋子打開 看看沒有 下一個 袋子打開 沒有下一個 他檢查久了 裡面這個小朋友 沒有 他的好朋友說 我們從小人做一個大人 你是無所不偷的人 想說 我竟然會把你檢查都扛的 竟然會把你檢查都扛的 他的好朋友就跟他講說 你不能跟人家說 我們是好朋友 你不要講出去 不會不會不會 我不會講 你告訴我好了 我一直很納悶 他說我偷的就是袋子 以前的袋子跟我們現在 塑膠都不一樣 他是偷帆布袋 帆布袋現在一腳兩千 三千都五 對不對 每天偷一個一個月下來 十萬塊 十萬塊錢再去買 食物不會 你知道那個意義嗎 他每天都檢查袋子 他剛照只有設進出 沒有設進 沒有檢查進來的 他為什麼這樣設定 他為什麼只檢查袋子裡面 不檢查那個袋子 是不是他的 因為長官命令的 長官命令 他檢查袋子裡面 有沒有帶食物 剛才就設定好了 所以他只注音的 那件事情 那件事情以外的都看不到 你知道嗎 你現在知道嗎 這頭腦的情感 台灣人都被我們騙去 被我們設定題目 對不對 你沒有設進來的 也沒有 只設出去的 也沒叫你檢查袋子 只檢查特定的東西 所以你的議題 被人家設定了 你專注力 就專注在特定的事情上面 你過去的教育哥 你還注意最大的 左下方的東西 就會注意往來 其他你都看不到 除非我提醒 或者有些特殊人物 思考跟人家不一樣的 就會注意到其他東西 大部分人都會注意往來 99.9%的人都注意往來 台灣的90%的人都去注意選舉 都去投票 不想說全盤都去用盤走 他透過選舉 要把台灣人設到他的系統裡面 好跟美國講說 你看我們都有民主選舉 所以這個國民黨體系 就要就地合法 人民支持我 誰知道 誰知道人民都被騙去 因為議題被人家設定 就走進他的議題裡面 被出賣了 不知道 整盤都會走 我們給你教育 我就比較煩惱這件事 說要執政 你們這些人 on your stage right now 在你現在的階段 可不可以馬上去面對這些事情 外面有人說我們是素人 的確我們是素人 沒有錯 怎麼透過這麼簡單的幾堂課 要把大家撒那個位 馬上接掌政權 不簡單 所以我們會有這種課 叫做 今天這堂課叫什麼 藝術節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政治就講政治都好 都還是政治法律 那這樣就好啊 想要講藝術 沒有台灣人提升水準 台灣人水準不夠 藝術黨不是在我們的網頁PO文嗎 沒有品位 台灣人沒品 想要沒品 叫劉門政府再加出來 再加害了 知道嗎 美礦玉下 一段階段 他就沒有水準 他就有水準的人出來 他設定的議題都是這些沒水準的人設定 你當然跟著他走 除非你有幸出國 去接受不同的系統教育再進來 你在系統裡面是不會改變的 雖然黑系沒有系統以外的教育 藝術我們當時好好上過藝術史的課 沒有 你那美術課都拿去上數學物理 數學課 都犧牲掉了 不是全人教育 片面教育 為什麼 這種人出來叫冠桃 適合在工廠裡面使用 微微示諾 不會去想事情 資源回收人 還記得資源回收人吧 很好 資源回收人總會記得 沒有忘記 OK 這是王來沒有錯 我今天要講王來 下一張 我說畫畫老師 畫畫老師的話 我有一堂課叫做跳躍性思考 我給你一個王來 沒有 這個是一個學齡前的小孩子畫的 他不到好像是中班 他畫的時候中班 這個已經15年前了 他現在已經是博士後研究 數學系的高材生在外國念書 當時我看到這幅畫我嚇了一跳 我說這天才 我先跟你講我作業題目 就叫跳躍性思考 我先給你一個物件 你要按照這個物件去想 它像什麼 Original 第一個就是畫這個 第二個就是跟這個 跳一個東西想 把它畫出來以後 第三個根據第二個 這樣一個下去 所以 從這樣來看 根據這個題目 你們請問這裡面有幾個鳳梨 他畫了幾個鳳梨 這20分鐘之內完成 拜託這幼稚園中班 你們應該看有吧 裡面有幾顆鳳梨 給你們15秒鐘 之後我開始問 15秒看快一點 人家幼稚園中班的 拜託 好 開始問 認為只有一顆的舉手 只看一顆鳳梨 請給他手 好 請放下 看到兩顆請給他手 看到三顆請給他手 看到四顆到四顆 以上的請給他手 好 請放下 好 現在我只問 大家都同意 看得到的那一顆 是這顆 沒有不同意見 對 這顆 同意 他的下一顆是什麼 他跳一進思考 他跳到哪裡去 跳到這一顆 這一顆是什麼 看起來像什麼 太陽 對不對 鳳梨怎麼變太陽 黃色跟顏色沒有關係 跟形狀有關 圓的東西很多 不是 他不光是畫圓圈 他旁邊有刺刺的 那就是 從 剛才誰講的 沒有 這是怎麼看 怎麼看出太陽出來 怎麼看 鳳梨怎麼變太陽 從上往下看 上面有葉子對不對 從底下往上你比較大 從底下往上看 可以啊 這個就是one of solution 這樣有看嗎 知道嗎 鳳梨從下面往上看 蒼出來的 刺出來的葉子 就是變成這樣子 下一個是什麼 你還不錯喔 你是數學系的嗎 高中生而已 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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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你的數學應該在學校成績不錯喔 你看 我跟你講 我教畫教太多年 什麼人看得懂什麼 他就哪一方面專長 來 你搞不好幾何也很強 對不對 幾何比代數強 對不對 你看 你看 我都油了 滾滾滾滾滾 來 下一個是這個 我連他成績都可以講出來 他以後功課是什麼 你語言方面比較弱 你看 來 下一個是這一個 這怎麼看 剛才從下面 不切 剛才是從下面往上看 對不對 現在從上面往下看 變成這樣 要怎麼看 這是往來 滾滾滾 可是你看到這個 他畫的是什麼東西 時鐘 對不對 為什麼看出來是時鐘 因為上面有數字 數字是從1寫到多少 27 對不對 為什麼寫到27 因為他學零錢 他不曉得一天24小時 更何況 一天一定要24小時嗎 你有沒有問過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一天為什麼24小時 為什麼不是28 為什麼不是30小時 為什麼不是100小時 怎麼想過 是誰規定的 為什麼一個小時60分鐘 為什麼不是24分鐘 或12分鐘 為什麼不是100分鐘 比較好想 你要去想 很多事情不要 take for granted 好像說本來就是這樣 大家都這樣 所以我也這樣 所以過期大家都這樣 為什麼每一分鐘60秒 時間什麼時候開始 為什麼時間都是 一步一步都往前走 時間的節奏 為什麼是固定的 時間怎麼不倒過來走 為什麼不能回到過去 或者提前到未來 不行 為什麼 時間是什麼東西 這是很玄 我問了幾個問題 大問題 大在問 來 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這是時鐘 然後時鐘上面有幾根針 三根嘛 頂多吧 你看過最多三根 十粘分針秒針 他畫那麼多幹嘛 他這小孩很聰明 他做一個動作 有聲有淺 表示是什麼 他在動 他在動 有 detail嗎 是天才耶 中班耶 然後這個下一個是什麼 在哪裡 來根據前面的邏輯下一個是什麼 我跟你講有人要講 沒有跑掉還是在這個 可是問題他加一個東西讓他改變 他放了一個叉子在這邊 變披薩 好不好笑 看起來像不像披薩 真的很像披薩 我問過那個小朋友他說披薩 有跳嗎 從時鐘然後又跳到披薩去 然後畫完這個又跳到哪裡 這時候這個小孩子不講話 他說老師我要借一把尺 笑 我想說月翁來 鳳梨上面有一條線是直到要用尺來畫 沒有吧 他跟我借一把尺 我說奇怪 但是我老師很特別 我說好就你笑 不到幾分鐘他畫出這個東西出來 厲害 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根據這個 這個根據這個 然後這個就根據這個 怎麼從這個跳到這邊 是沒有錯 他從形狀上怎麼看呢 數字只是一個 hint 一個 indicator 一個指示 說你可以這樣解讀 我跟你講 這個就像一個輪胎一樣 一滾之後 拉開來 數字一二三 然後葉子就在內側 有厲害嗎 我看到這個有說天才 我看到他嚇一跳 哇 我都遇到天才 有的老師說 徐老師你解讀太多 你用大人的想法套在小人身上 想想想的 同意這樣的舉手 我跟我沒有想太多 你看 他的暗示在這邊 那時候他畫兩個 我先不講 這個畫tape 以前十幾年前還有tape 你知道 就轉了轉了轉了 有一台袋子在跑的那種 另外他用的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汽車 誰講汽車 汽車下面是什麼 汽車 汽車跟輪胎是在一起 沒有說汽車下面是輪胎 汽車下面是什麼 馬路 他畫了一個什麼 軌跡 就是你車子在走的時候 下面是不是有軌跡跑出來 就把這個聯想到這個 汽車的輪子在動的時候 是不是就出來 有沒有厲害 從三度空間的縫離 加上時間變四度 又拉到一度 拉起來 天才 不是天才是什麼 我趕快跟他爸媽講說 上出國 不要留在台灣 他爸媽升股市 很好起來 繼續在台灣堂 就進了小學以後 小學一二年級以後 回來以後怎麼樣 畫的就跟所有的小朋友都一樣 畫很像鳳梨的鳳梨 我叫他畫鳳梨 他就畫鳳梨 他的想像空間都沒有了 沒有了 我問你 同樣這幅畫 他交給老師 老師說 畫完收起來 你認為他會遭受什麼待遇 小學一年級 進入小學 老師叫你畫鳳梨 你把這張搖出去 要怎樣 搖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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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在那邊罰讚 你在叫什麼 老師叫你畫鳳梨 你在跟我開玩笑 罰讚 打手心 現在不敢體罰 但是成績給你很爛 對不對 六十分等在旁邊 天才的東西 到後來到我們的教育系統裡面 給我們的老師交出來 是變什麼 變蠢材 變傻瓜 叫你到旁邊去罰讚 你說放牛班 半無假操 被我們的老師教育 我們應該是受教育 是讓我們越來越厲害 對不對 讓我們才能得到發揮 結果我們的教育是把你壓抑 把你壓抑掉 讓你只能有一個出口 過去考上大學只有10% 十八的人 十八村的九十八走下去 半無假操 漂亮在你 真在你 然後就到爛學校去混 每天就混日子 過日子 進社會 就是這樣 這是我們過去的教育系統 用科技 科技觀的答案而已 除了那些答案 出那些都不是答案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送給人 就這樣 招攤 沒錯吧 這個小孩子後來是天才 他後來考上四大數學系 後來就出國留學 為什麼四大數學系 因為他其他科不好 歷史、地理、國文不好 就像他一樣 結果是數學天才 所以他一出國 整個人就發揚光 到喔 滴滴衝上去 所以我講過 我們的教育 不叫教育 是糟蹋的 你糟蹋了 所以我們這一家在座各位 我認為都是欠缺財 為什麼 第一個 你聽得懂法理 第二個 你又願意來上課 表示你的判斷力 對真理的判斷力是很準的 你們在座 有幾個是台大畢業的 有幾個是建中北宜女的 還是台南女中還是鄉中的 沒有啊 沒有啊 有的請舉手 讓我知道一下 有幾個是台大畢業的 你想 男女 台南女中 台大 OK 你看 只有一個 村內都怎樣 台大跟聖家人都坐在一起 表示什麼 我們都同一個水準 大家都是可以上台大的水準 沒有錯吧 什麼戲 生物科技 很好 OK 那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會驚訝這個人 他的頭腦為什麼可以在不同項度裡面 而且在中班 這樣跳來跳去 我就考慮到一件事情 來 下一張 我們的教育系統是這些人在教育的時候 我們到底在接受是什麼東西 這個有看過的人請舉手 這種東西 有看過 Ever 有看過這個東西的請舉手 沒有吧 有的會讓我也 又讓我 日文叫Biggurista 就是嚇了一跳 如果有看過的 我跟你講這是什麼 我後來出國留學 我在美國東岸 一個長城人學校念書 我們學期末了的時候 會有那個 他們叫做Critics Critics就是異評家會來 批評你的作品 那你要Defense your work 就是你要Defense叫做什麼 辯護你的作品 然後這些異評家就做在下面 那你的作品就放出來 給人家批評指教 然後 我為什麼講到這個 是因為我剛才講的 教育是控制在老師手中 那我就要講一個 跟這個有關的故事 就慢慢講 先講我的背景 然後這時候 這樣講好不好 在這時候突然有一個日本教授 我作品拿出來 他突然站起來說 你這個James 你沒有去過歐洲 我那時候就 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 好像聽到外星語一樣 聽不懂 什麼叫我沒有去歐洲 我現在不是在講我的作品 這跟我們去歐洲什麼關係 為什麼你看到的作品 就知道我沒有 實際上我真的還沒有去過歐洲 我真的是沒有 可是為什麼大家看得出來 你只看外的作品 就好像 我剛才只是看你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我就知道你數學好 我知道你中文不好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子判斷 我有解讀的能力 你們遇到有些事情 你沒有解讀的能力 就像那個小學老師 對小孩子的天才 沒有解讀的能力 受限於他的認知 如果是一個好的老師 他就可以判讀 就把對的人拉出來 這就是老師做的事情 這些易平家也是 看到你的問題 他可以指出來 所以顯然 待會兒我會講 為什麼他們這些 比較進行的國家的人 為什麼可以解讀我們的想法 我再慢慢再講下去 後來我就回去 馬上打電話回家 給我媽媽講說 今天被一個日本教學 稍微漏開一下 又漏開什麼 他告訴我 我不會去過歐洲 因為那個學校 所有的人都去過歐洲 因為長春藤 那些名校 然後大家都有去歐洲玩過 至少都有去遊學過 如果我沒有從台灣來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媽媽說 這個暑假你會給我回來 我幫你送到歐洲去 結果那個暑假我就去歐洲 來 下一張 我第一站到這裡 我那時候在去歐洲 我在想一件事情 那時候台灣人很多去歐洲 我說我不要參加那個採購團 我要參加那個 比較有 裡面有 團員比較有水準的 我是這樣 不好意思這樣說 比較有水準 我就看到有一團是 他那一個退休國小的老師 我一團去 跟這個就對了 他裡面不是師專嘛 就師大畢業 對不對 至少交了一輩子 應該很厲害啊 我就跟他們去 我們第一站就到這裡 這裡是哪裡 蛤 有沒有人知道 梵蒂岡 妳怎麼知道 妳是天主教徒嗎 妳是不是天主教徒 沒有喔 電影上看 看羅馬假期嗎 澳大利河本 沒有 我是用猜的啦 我試試知道妳 這梵蒂岡沒有出來 在哪裡 在義大利的羅馬裡面的一個 另外一個國家 他是一個國家 他跟義大利裡面 一個國中之國 叫做梵蒂岡 梵蒂岡在教宗 最近不是來過亞洲嗎 你看都不知道 最近是不是來亞洲 到哪裡 有在訪問韓國 這是什麼 這棟是什麼 這是梵蒂岡裡面的什麼建設 誰講的 對對對 聖彼得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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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是在什麼時候蓋的 十六十七世紀到十七世紀 一百二十年去好了 一百二十年之間 對 一六多少年開到一七多少年 你看這建築 那時候沒有鋼骨結構 沒有時候做鋼筋 然後再弄 都是石頭堆出來的 石頭堆出來裡面 天花板要怎麼辦 要靠力學 這樣蹭蹭蹭 蹭蹭 一個拱門 力量這樣堆出來的 都有九頭 你用水泥去黏那個大理石 黏不住的 拜託 都要這麼高 我跟你講 這裡面一千三層樓高 一千 上面這個十二個門圖 每一個拉下來就這麼高 這麼高你看人 這個地方是人的高度 然後這邊變成一點 你就知道高度 下一張更清楚 來有沒有看到 這是人的高度 這個雕塑的高度 是不是三層樓 這個每一個都拿到上面去放 不得了 每一個雕塑 是三層樓 還有我們辦公室 很厲害 對不對 好 我們看內裝 我們現在外面 我們走進去看 來 下一張 從上面往下看 我們剛才 我從不得分角度 給你們看東西 從上面往下看 很漂亮 再下一張 在裡面 十六、十七世紀的人 蓋的房子到現在你看 富麗堂皇 飆飆亮亮 因為沒有電 以前沒有電 所以都用自然光打進來 我漂亮喔 大理石地板 平平平平 我那時候有講過 我說 我們祖先兩個到馬路 從來沒有平過 對不對 最近才有說 陸屏專案 台北市才 做得到嘛 為什麼拖了六、七十年 都不好好做呢 下一張 我們在這邊抱怨 他們都會做 你看 往上看 多少漂亮的東西 你覺得漂亮嗎 對喔 看到這個不光是漂亮 你會覺得 起了敬畏之心 對不對 太棒了 好偉大喔 這就是這個教堂蓋的目的 他讓人走進去 看到那個偉大的場景 就起了什麼 敬畏之心 敬畏誰 敬畏宇宙創造者 敬畏上帝 就是這教堂的目的 你看了應該很感動 對吧 你知道我在看這個時候 我在哇的時候 旁邊跑出來一個聲音 這也沒什麼 跟我們台灣廟一樣 比較大聲而已 喔 我聽到是很嚴 我整個心臟快跳出來 我說 怎麼會講這麼話 我在看那個漂亮 你怎麼會這麼樣 後來我就想起 馬上想起一個字 叫什麼 糟蹋 你剛剛糟蹋 糟蹋你知道嗎 糟蹋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本來是在這個位置 東西放在這邊嘛 對不對 女生很漂亮 嫁給一個牛糞嘛 對不對 鮮花叉牛糞上面糟蹋了 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意思嗎 什麼叫糟蹋 就是把它很高級的 放在很低的位階 把它put down 還有其他字 來 下一個字 來 下一張 trivialize make something unimportant less important 或significant or complex than it really is 比它真正應該有東西 更簡化 更微不足道化 這樣糟蹋 雖然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什麼事啊 這下去歐洲旅行怎麼辦 果然沒有錯 歐洲繼續旅行下去 下一站來到 歐塞美術館 澳塞美術館 澳塞美術館 知道的人舉手 在法國 歐塞美術館 澳塞美術館 不是那個台語的歐塞 叫歐塞美術館 我們去看的時候 我一進去 我就很期待 我就想說 哇 可以看很多畫 莫尼 什麼那些名畫 結果 進去沒多久 那個團員都不見了 四下無人 我不管它 我去看 我看了差不多兩個小時以後 就走到 gift shop 就是禮品店 對不對 那頂老師就坐那裡 在那邊喝咖啡 我們在那邊喝咖啡 我說什麼 在那邊喝咖啡 我說什麼 在那邊喝咖啡 我說那個圖不用看嗎 有啊 那個book store 你去買一份 我另外還有說明 還有圖 你不覺得這句話很奇怪嗎 奇怪在哪裡 你如果覺得不是奇怪 你就完蛋了 因為我們是要去看原作 都要看真機 對啊 那我在台北成品的時候 去買就好 我不是做廣告 隨便書店去買就好 希望找到這裡 對啊 你就吃了一頓很貴的下午茶 對不對 坐了飛機 把他喝一個下午茶回家 就買了幾本書 不對 你來這邊是看原作 結果自己老實在 我知道了 因為他以前都是被假的東西 複製品養大 現在看到真機嚇了一跳 就像我們在座幾個宅男 每天都看網路美女 看習慣看到真的女的嚇一跳 這3D的 哇 還會流鼻水 對不對 還會打掌聲 每天還要洗澡 早上起來嘴巴還是臭臭的 對不對 這是真實的美女 真實的美女是會變老的 是有帥戀期 有最漂亮的時候 是這樣的 這是真實的人 你可不可以欣賞這麼美呢 這種會變化的美呢 是不是老了你還看得到美 對我們現在的宅男看不到 為什麼 因為他被這種東西養大的 被網路的影像養大的 他面到真實世界 他不能接受了 這很厲害 過期台灣人也有這種 假的資料養大的 看到真實的法理的時候 很厲害 他就是否定他 沒有 這件事 你不要亂說 沒有人的事 對不對 你現在遇到的就是這個反應 可是我們都有邏輯 在座各位都有 所以聽到我講話 聽得懂 會笑 表示你們的反應是正常的 No more 他們是不正常的 不要笑也是不正常 為什麼 覺得很奇怪 我就這樣想 對不對 現在知道嗎 我現在在慢慢給你們解析這些東西 但是我是老師 我不能就是這樣判斷他們 就把他們丟到一邊 其實當中有另外一個老師 也很有趣 那女老師 不是所有老師都這樣 其中有一個 她剛到法國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是說 我台灣帶來的衣服都不對 因為顏色跟這邊的環境格格不入 所以她馬上到一家金筆店裡 把衣服都化光了 再走出來 包括鞋子 她這樣覺得比較舒服 結果後來她回台灣的時候 一下飛機場又不對了 這是法國的衣服 在台灣買什麼 你看 她多敏感 她對於時尚 流行的東西 對顏色 對環境跟它的互動 非常敏感 我跟你說 漂亮的城市 自然人就會穿得漂亮 醜陋的城市打來的黑白青 沒錯吧 你一個城市蓋得像東京 或者大阪那麼漂亮的時候 像美國那些漂亮的城市 人自然就想穿漂亮的衣服 因為這樣跟你的環境可以配合 你穿很漂亮的衣服 產品走在路上 然後在車上騎著 然後在車上騎著 對 沒有氣質 你就覺得 我大家在家做這件事 台灣以前不是這樣 日本時代很漂亮的 大家都穿 給你們看的影片裡面 每個女生穿得很漂亮的氣泡 身材又好 因為地方漂亮 人自然美 記得這件事 來 下一張 我這樣就跟你講 這是paradigm shift 先不講這個 我先給你們一些概念 什麼叫system 系統是什麼 系統就是一些元素 跟set of elements 就是元素的組合 然後加上一些規則 就叫系統 你們不用懂太多 或是大概給你們帶到就好了 系統就是這樣子 好 下一個 這張圖在我台灣時節 我講了好多次 因為有人沒聽過 所以我再講一次 你們順便複習一下 過去台灣是部落形式 台灣我們這種人 M174的後代 已經來到這個島上 生存了四萬年 四萬年了 這四萬年沒有跟外界互動 直到最近幾百年 為什麼沒辦法互動 科技不發達 你在這島上就自我 就生存了好多萬年 這個怎麼證明 DNA證明 科學證據可以證明這件事 不是我要在慶菜公公 我們不是用文化 或者人類的記載的歷史 來描述這件事情 幾萬年這個只能記載 我們DNA裡面 所以那時候 Dr. Spencer講過一句話 講過一句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written in our DNA 就是最偉大人類歷史故事 是記載在我們的學藝裡面 的DNA裡面 那沒辦法騙 那這個知道以後 後來有大渡王國 後來就是西班牙和荷蘭 大清帝國殖民地 為什麼殖民地 他們叫做掠奪者 因為他們資源不夠 向外掠奪 西方國家就跑到亞洲 像中國就往台灣掠奪 他們掠奪的目的就像什麼 什麼叫掠奪者 就是 但是說得難聽 就是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可是不願意負責任 不要娶你 他就是要他要的東西 人就走了 不願意負責任 中國對我們幾十八年的佔領 可是從來沒有把我們列入它的 領土的一部分 日本雖然五十年 明媒政取 跟別人搶走了 為什麼 宣佈憲法實施行在台灣 你就是明媒政取 你成為他真正的臣民 他把你當作他的臣民 他要照顧你們 對你要負責任 就是這樣 所以後來才承認 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就是大日本帝國 為什麼 因為這些掠奪者也會打仗 打一打去 最後日本人搶到 他最強 要把大清帝國踢出去 過去大清帝國用什麼方法來掠奪 他帶了他的姓氏 宗教 語言 教育 這些進來 他不真的沒有 他只是順便帶著他文化上的強勢進來 結果我們在土地上 只有一種人 叫M1742後代 北部作為後代 受到他們這兩百多年 這種文化侵略影響之後 我們以為有沒有 我們自己變得 對 變成虛擬人 其實也沒有漢人這個東西 因為他沒辦法給科學上的定義 說擁有這種DNA血統的人 或這種基因排序的人 叫做漢人 定義不出來 為什麼 他以前就是雜種 就不同的人種在裡面混 上過台灣史解碼才會知道我在講什麼 要不然鄉鄉鄉 中國人是雜種 就有了 OK 知道了嗎 現在就是暫時系統轉換是他們的 那我們透過這個把他們弄出去 我現在不講這些 那是台灣史解碼的部分 下一章 我今天是要講藝術史 我是老師 所以對於這些老師們 退休老師們 有這種反應 我也覺得很沮喪 我想說他們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當你看到這種東西 你沒有反應 所以我找出幾個答案 其中一個叫做 They simply don't have the capacity 就是能耐 他沒有解讀 目前眼睛看到東西的能耐 OK 他到義大利羅馬 因為他以前也沒有念過藝術史 他也不懂得義大利文 連英文也聽不太懂 所以看到這些就是藝術 他唯一能做 就是把他記憶裡面 所知道的系統 想辦法套上去 把廟 台灣的廟 比較大聲而已 沒有錯 他是在描述 他用他所知道的語言描述 他的語言太小了 不足以描述的時候就變糟蹋了 你太簡化人家很美的東西 比如說貝多芬的音樂 音樂也叮叮叮叮 那你就完了 你把貝多芬的音樂 形容成叮叮叮叮 那表示你的音樂的語彙 就是只有叮叮叮叮叮 對不對 所以你聽到這種偉大語言的時候 你就瘋掉了 所以說能耐 什麼叫capacity 在電學上面是電容 但是在其他方面是什麼 capacity就是 比如說一桌的好菜 放的那裡很好吃的 但是你唯一只有這樣而已 你吃也吃不下去 沒有材料吃下去 你沒有這個能耐吃下去 那怎麼讓你有能耐吃下去 increase your capacity 增加你的能耐 對不對 讓你的肚子更大 大都王 大衛王 對不對 你才吃下去 那怎麼增加你的能耐 下一個問題 合理的 合理的推論 下一個是怎麼增加你自己的能耐 怎麼樣增加你的capacity 其實你們現在就在做這種事情 你們來這邊上課 是不是你的能耐 遠大過於你沒有來之前 你解讀外面世界的訊息 政治上或者新聞上的訊息的能耐 是不是遠高過你之前 絕對是 因為你有法理的基礎 有這些不同的人 從不同面向給你分析解釋 它增加你的能耐 你現在能耐遠大過於那些政黨裡面 在玩政治那些人 你的capacity increase 你在不知不覺當中 增加你的capacity 那你增加了什麼 我跟你講語彙 增加capacity的方法是什麼 透過language 比如說 我懂的英文 法語 日語 台語 北洋語 我的世界就比你自動 北洋語會比較大 絕對是 因為你的世界是你的語言去構成的 你透過語言去了解認知這個世界 那不是 其他方面大家都一樣 用觸覺 摸覺 嗅覺 那大家都一樣 但是語彙也是你認知 你摸不到的世界 比如說美國你現在摸不到 可是透過語言 你可以進入那個世界 所以你世界就大很多 對不對 你知道嗎 所以增加你的語彙 可是語彙不僅限於公圍的語彙 還有什麼 我剛才講那個 那個愛美的老師 對不對 換衣服的老師 他就有色彩的語彙 他有流行衣服式的語彙 有的人有聽覺的語彙 講到語彙就是 這個小孩子透過什麼方式 去認知他的外面世界 無為人家透過什麼 我跟你講 有人透過數字 像他是透過數字 有人透過語言 他需要 read 讀 文字又有不同 有的是透過英文文字的 在腦中所使用的部分 跟透過中文圖像那種語言的 sistence是不一樣的 學那個就知道 我們不同的腦 控制不同區域 色彩也有色彩語彙 音樂也有音樂的語彙 連吃都有吃的語彙 3000塊的熟成牛肉 你可不可以吃得下去 還不簡單 吃下去就是 那你就糟蹋了3000塊的牛排 因為你沒有這種語彙 你不會欣賞這種東西 紅酒一罐 五萬跟兩百塊 五百塊的有什麼差 你分得出那個差別嗎 分不出來你就再浪費 照他那個東西 是不是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那一趟去歐洲的旅行 對這些老師來講 是浪費錢 可以丟錢 因為他吸收不到什麼東西 吸收到的是咖啡 很貴的下午茶蛋糕 就這樣子而已 出那裡都不知道 還有雜誌 還有雜誌買回來 還要花錢 還要購買 語彙 可是語彙很多種 還有什麼 我跟你講台灣過期就有很多小孩子 我們的教育系統 不會去解讀這小孩子 是用什麼方式去認知 他思周圍的世界 因為有些小孩子是肢體語言的 他跟老師這樣拔弱 老師啊怎麼樣 不要靠近我 坐好 在那邊不准動 可是他是用肢體在學習的小孩子 你在這樣子的系統裡面 他很被殘忍的對待 所以基本上小孩子 就變得過動 上去旁邊去 對吧 因為沒有我們教育 不適合這樣的小孩子 我們就一個罐子 就給他套上去 也不適合這種教育 離開 或者有些人 小孩子透過聽 所以領導人領導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你要用不同的方法 這種就是 關懷人的教育方式 把人當人 我們是被接受 不把人當人的教育方式長大的 在病毒間 他比較幸運 他剛好就符合這個系統 就念到台大 村內都不是 就出不來了 可能你在各方面 都有不同的才能 可是被拒絕 被否定掉 多可憐 多可惜 但是沒關係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機會 你在這邊去接受法理的訓練 頭腦越來越清楚 你看待世界 看待人生 看待人的價值 都不一樣 就是我這樣一直慢慢講 可是剛才講到語言 語言越多當然是越好 但是語言裡面還叫做什麼 vocabulary 你不能講說 我會好英語 你知道嗎 This is a book 這樣不叫會英文 或叫こんにちは 你就會日文 沒有吧 一個語會裡面 如果你超過五千 一萬個單字 你就不要講說你會英文 或會日語 不要 所以你除了講說我會語言 各種語言 你接下去所有的語會都會懂 那才叫做 你 master這個 language 那你 現在你們法裡的語會就很多 好多 隨便的人都講 就一張合約 對不對 根據什麼 佔領不得一張主權 流氓政策不可以 就地合法 對不對 這兩條很好用 轟倒所有的東西 記得這句話很好用的 好啦 講到這個以後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Decoder 解碼器 比如說你外國買的那個 不同馬區的DVD拿回家去放 買看的 為什麼 不同馬區 所以你要換成解碼區 所以Decoder這個東西 我待會就給你們很多很多不同的解碼器 讓你們看得懂 現在在藝術方面的領域的東西 OK 我待會慢慢會講 好 再往下面走 Decorment是另外一塊 那就複雜了 今天我看這個時間不夠 所以講到 點到為止 就是天生的智慧 是天生的 Decorment教不來的 你有knowledge不一定 你有判讀的能力 下一個 capacity OK 現在還好 我講到capacity 這個東西有兩個極限 兩個面向 是什麼 台灣人說有capacity 我們說我們有能耐 可是是什麼 是吃垃圾的能耐 還是吸收好東西的能耐 我隨便舉個例子 你電視打開 裡面都是新三色有的 沒有的 大家的時間都抓起來 就聽到了 你就被attract 被吸引過去 表示什麼 你的語彙是屬於這個領域的 所以你有吃垃圾的能耐 不要講說台灣人沒有能耐 很有能耐 但是是講髒話 往低俗的方向的能耐很強 你看到那裡 就是attract 這種東西 講到法理 大家就 這是什麼東西 看不見了 台灣人聽到法理就 所以他沒有對 或者講到正義的 對的 好的 善的 美的事情 沒有這個能耐 沒有這種語彙 大家知道嗎 有capacity 但是你是toward 就是包含哪一個奇怪的capacity 是包括善的知識的capacity 是鬥爭的語彙 還是金錢權力的語彙 搞清楚 我們是用什麼東西養大的 你如果每天都看那個 政論性節目 你就變成那樣的人 因為你的語彙每天在圍繞這個 我那時候我去剪頭髮 旁邊那個 我們都有放一台電視給人家 我用這個就可以跟人家吵來 他就一直放TV 什麼每天的新聞在看 我說 我可不可以換台 不要 我說我們換一個比較溫柔的 做菜的也不錯 我在剪頭髮 我看做菜的我很高興 這樣就可以吵了 表示他就是attract版這種東西 一般做頭髮 因為要美 可是一方面看的就是這種東西 我就覺得很跳通 來 下一個 來 我們走快一點 來 下一個麻煩你 抬身 抬身 下一張麻煩你 你會不會欣賞這個東西 會不會欣賞 會欣賞 請舉手 好 請放下 好 那我問你 怎麼欣賞 他在講什麼 我們看一個close up 近距離照片 下一張 來 來 怎麼欣賞 這個雕塑在講什麼 他要傳達的訊息 請講 不錯 他講的 他把故事講的 點到角色的部分 也大概點到了這故事的背景 那怎麼欣賞 他好不好 這是不是一個好的藝術作品 我們現在講藝術 你現在只是補充知識的部分 可是欣賞一個藝術品 不能只有知識 怎麼去解讀 解讀完了怎麼去欣賞它的好 它好在哪裡 不過舉例來說 另外一個人也做瑪莉亞這件事情 那你怎麼知道誰 這個比較好 那個比較不好 你就沒辦法判別 所以裡面就牽扯到一個東西 什麼是美 什麼是好 那我就一步一步給大家解讀 好不好 來 首先 第一個我們需要的知識是什麼 就是他剛才講的 人物是什麼 你至少知道他是誰吧 至少他是誰吧 但是我跟妳講 台灣人大部分都是製造業起家的 所以跟你講這麼深 聽不懂 但是我好 那我就用製造業的語言跟你講 好不好 我們講製造業的語言 製造業的語言是什麼 來 台里酒造的 陳頓的大理石做的 很厲害 很厲害 而且只有一顆大理石做的 沒有去黏的 沒有黏著 不黏著 因為以前沒有這種群組 可以把大理石 你刻壞就是刻壞 斷了一根手指頭重刻 有厲害嗎 製造業 不簡單 我跟你講 再來 除了這個以外 同一顆大理石要刻出 皮膚的感覺 布料的感覺 對不對 要刻出頭髮的感覺 不簡單吧 我們現在用製造業的語言 我就在講這個 同一顆大理石 沒有換 也不用塗顏色之下 我要製造出這麼多不同 而且活人 死人的感覺 不簡單 我們光就材料上面來講 就已經不得了 也不能黏貼 只能刻一次 刻壞就重刻 這不是技術是什麼 厲害吧 好啦 那台灣慢慢進入什麼 服務業 我就用服務業的語言 來跟你講 這樣可不可以 我們還談不到藝術層次 我們現在講 製造業 然後服務業 服務業是什麼 服務業裡面 其中有部分叫電影 宣傳 好不好 電影怎麼宣傳 它一定要什麼劇照 對不對 比如說黑暗騎士好不好看 好看啊 我看看還沒看啊 你看過沒有 可是看那個劇照 就覺得很酷 所以我要去看 它是不是吸引你去看 那它要給你什麼照片 你如果選這個照片 人家說看起來就是 好像不是很好看 不想看 對不對 所以你要選對的劇照 才會吸引人家 來看這個電影 對不對 那你怎麼選劇照 一定選那個高潮吸引人的點 那那個點怎麼選 這就是學問 這就是學問 先不講這個 再想另外一個 比如說這戲 扮著植樹很好看 為什麼好看 因為演員的表情 演得很好 是他光是帥不夠 對不對 有些很帥不會演戲的 像阿布寬 對不對 你們不看了 沒關係 他只是帥不會演戲 身材很好而已 然後會演戲的 不一定帥 對不對 可是他為什麼 表對情 什麼叫表對情 就是他在劇情演到那個時候 就應該這個表情 多一點就誇張 不夠 不好看 沒到位 所以要恰到 拿捏要恰如其分 這就是好的演員 所以你怎麼看這雕塑好不好 看這雕塑裡面 這個人的表情對不對 沒有錯吧 你怎麼知道他表情對不對 你要知道劇情 你不知道劇情 你怎麼知道這時候表情是對 像我一直講到服務業 我一直講到創意產業 很講究這個東西 你這個不懂 你怎麼去欣賞這個雕塑作品 沒辦法 OK 好 那劇情你怎麼了解 你補充 你剛才補充的那些故事 沒有錯 然後 Story呢 What's the plot line 我跟你講 瑪莉亞沒有錯 耶穌被釘十字架 死掉了 屍體被拿到瑪莉亞的Left 膝蓋上面擺著 這時候瑪莉亞是什麼表情 來 大家看 你覺得它是什麼表情 來 可以大家形容詞一下 給一下 好 請講 安詳 你看 你都解讀 我跟你講 好 來 後面有一位 悲傷 很好 其中一個而已 二三十個裡面的一個 我要一個一個講嗎 沒有 我先點幾個給你們知道就好了 那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需要一個東西補進來 否則你無從解讀 整個西方藝術 你如果不曉得基督教是什麼的話 你根本就看不懂他在演什麼 所以給我七分鐘 你們知道 在座知道基督教是什麼 請舉手 不知道請舉手 不要聽到基督教是什麼 請給他手 這樣我補充好不好 沒有舉手是怎麼樣 聽到一點點 是懂不懂 好 那我一次七分鐘可以講完有理 七分鐘把基督教講完 就這麼簡單 如果要七分鐘的話 我一定要用特殊方法教你們 對不對 仔細聽 第一個 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不是喔 拜託也說我是喔 我說不是喔 基督教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勸人行善 完全不是在講勸人行善 基督教的福音 不是在講勸人行善 不是 那是什麼 我以為宗教都是勸人行善 你跟我講基督教 我敢講這句話 我敢負責喔 台下 我已經講不知道第幾屆 下面有多少基督徒聽過我講 沒有一個人說 許老師你亂講 大家都講對 對 不是勸人行善 反而你要行善 進不了天國 你想透過行善今天 No way 耶穌說不可能 這就複雜了 第二個 基督教不是精神寄託 哇 許老師你這個負面點 你也太理會 第三個 基督教不是勸你加入一個宗教 許老師我看到好多基督徒 不是受洗 基督教會嗎 我說不是 偏偏不是 你受洗禁水還不已經進天國 還沒有保證 這很奇怪 三個都不是 那是什麼 下一句話你要問說 你講那麼多不是 那基督教到底是什麼 簡單的說 救人不會死 聽得懂嗎 簡單的說救人不死 人會死 讓你不要死 他說 許老師你太扯了 我參加過基督教的追思禮拜 對不對 我也看過基督徒的墳場 你跟我講 救人不死 你不要跟我亂說 那你聽我講 我都是邏輯套邏輯 那我們就要問一個簡單的事情 老師你講死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先看死的定義好不好 死的定義在原文的意思叫做separation 分開 separate 人死了以後靈魂離開肉體對不對 是不是分開 你是不是就死了 可是在基督教裡 還有定義說 人跟上帝的關係 分開 那也是死 他們叫做靈裡的死 就是你跟上帝不能溝通了 就是死 所以你即使人活著 在神的眼中看來 你像死的一樣 跟他concernite 沒有關係 活起來是什麼 就是讓你的靈魂回到肉體 你跟上帝關係恢復 就又合起來了 就要復活 這麼簡單 他說身體燒掉了怎麼辦 火化了 很簡單 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再給你造一個身體 你不就活了 你的靈魂再回去 這個有點難懂 我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基督教講的這上帝 跟你以前所認知的上帝是不同 在我們東方的宗教 是說人做神主 做得很厲害 並做神主 在西方或者基督教概念裡面 是完全沒有這個可能性 他們叫做創造者 跟受造之物的不同 創造者就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基督教講的這上帝是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這樣一個上帝 這概念是沒有人可以 reach到 不可能 因為在座各位 包括所有的人都要死 你憑什麼說你也並行 他的神是創造宇宙萬物的這樣的神 不可能把人神格化 意思叫做創造者 所有東西從他而來 是這樣的概念 底下才有整個基督教文化 那基督教文化 這又從猶太教講的多了 回教 天主教 基督教 現在世界上在百分之一半以上 都是這種宗教 我們應該去認識 好 我就慢慢解 剛才講到死 現在問題 下一個問題 上帝創造人是為了讓人死的 你會問這個 為什麼我要死 人活出來就是要死 主國以來就是這樣 不要這樣問 你應該會說為什麼人要死 對不對 你上帝創造我 既然你講你的是創造者 我被造了 為什麼我要死 那你要問下一個人 人為什麼會死 對不對 那我就要給你解答 根據聖基上定義 人 上帝有個本性叫做公義 justice 還有一個本性叫做聖結 那人因為做了什麼事情要死 因為犯罪 犯罪啦 犯罪啦 有人說我也沒有犯罪 你平時怎麼說我犯罪 那你要看罪的定義是什麼 罪的定義原來叫什麼 射箭沒有射中靶心 崩罪 射箭沒有射中的 百分之一百那一點 差一點都不行 差一點都是 miss the target 都沒打到重點 就算很接近也沒有不算 我們都講說 接近99% 99%就夠OK 不行 百分之百才可以 所以根據這個定義 我跟你講聖結上有很多部分 慢慢的 我從不同角度 有的人認為說 犯罪就是我做壞事 對吧 抱歉喔 基督教裡面的觀念 對於犯罪是說 不該做的事情你去做也是罪 該做的你沒做也是罪 這個炎啊 這個炎啊 這個誰過得了這個關 還沒有咧 我還沒講完 第二個 你只要這輩子犯過一次 就是犯過了 管你小時候犯 還是老的時候犯 只要犯過一次 就是犯過所得罪 這觀念是什麼觀念 看起來很可怕 我跟你講 耶穌哥更可怕 耶穌講什麼 你心裡面恨人就是殺人 你心裡面看了婦女 動了一念 你就已經犯了劫 按照這個標準 全世界人都該死啊 沒有錯 所以全世界人都死啊 這樣知道嗎 我的定義出來 這些都符合定義啊 符合定義 你就在那個狀態底下 那狀態就是死亡的定義啊 所以上帝 祂是聖結 所以祂跟犯罪的 聖結跟誤會安裝不能在一起 上帝對人犯罪做的回應就是 你跟他切斷關係嘛 分開嘛 對不對 誤會跟安裝不會在一起嘛 分開 他對罪的這個懲罰 他就punishment給你嘛 那可是問題現在來了 有一個法官 他坐在這邊 有的犯人就抓來 這個趕快討台麵包 三年上萬強 下一個 這個結合獎傑死心 那這個送來 法官愣了一下 哇這個判不下去 為什麼 這送來是他兒子 哇 這個法官怎麼辦 勇氣啊 愣了一下 這怎麼辦 我可不可以不要判他 因為他我兒子 不行啊 那你變成不公義的啊 你這什麼法官啊 法官應該公正嘛 不管是誰送來 我都該按照我的法律的地位來判斷 他如果判下去 給他死刑又怎麼辦 不行啊 心疼啊 這我兒子呢 不敢 怎麼辦 這個人叫 Cut in between 被卡在中間 英文叫 delima 他說兩男之間 沒辦法做決定 我現在只是用人類的語言 在描述上帝的事情 上帝不是這樣子 上帝是在時間以外 所有事情都已經發生了 所以在上帝的世界裡面 沒有亂數 沒有random number OK 沒有現代過去未來 這是給我們用的 好拉回來 我剛才講那個 所以這法官最後是什麼 在監牢裡面 可以為大家犯人互相作保 然後把犯人保出來 你知道有一個保釋這個東西嗎 保釋就是 外面要一個沒有罪的 才可以進去把他保出來 對不對 不能另外一個犯人 就互相保來保去 他都跑出來 不可能嘛 對不對 那誰沒有罪 誰有資格 所有人都死了 表示所有人都犯罪了 所有罪是什麼 法官 只有法官自己沒罪 法官自己來 所以基督教講的 上帝道成肉身 以人的樣子來到世界上 目的就是要 替世人付上這個罪的代價 所以耶穌來一定要死 耶穌來的目的就是要死 就是要定十字架 你不要覺得他不小心的 沒有 一開始就決定要死 如果耶穌就這樣死了 也替世人的罪負擔了以後 這件事情就結束的話 表示什麼 他也是人 所以很重要的 基督教一個重要的核心 你可以毀掉基督教 用這個辦法 他復活 所以基督教的核心不是聖誕節 基督教最重要的是什麼 復活節 復活節證明什麼 耶穌是神不是人 如果是人替人死 有什麼了不起 你憑什麼替人死 但是神替人死這件事情有意義 那解決是神跟人的問題 所以耶穌替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現在我不是牧師 我也不是傳教師 我目的是要跟你解讀這藝術作品 你要怎麼了解 很複雜 所以我剛才講說 耶穌復活是基督教的核心 可是瑪莉亞這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你說他很悲傷 剛剛有人講悲傷 沒有錯 但是more than that much more than that 是什麼 他現在遇到他個人信仰的 瑪莉亞那時候是童女懷孕 童女懷孕是沒有經過人類的性行為 產生的耶穌我 人類性行為就帶著罪性 因為人都有罪這樣傳傳 你的DNA裡面就帶給下一代 可是耶穌是聖靈懷孕 他是沒有帶著人的罪性在裡面 所以他是神 對不對 他只是透過um生出來的 可是瑪莉亞也知道 我懷的這是上帝的胎 那怎麼辦呢 他怎麼會死在我手中 如果他是神 就是我以前相信的這一套裡面 為什麼 當然他是母親 小孩子死在他手中 一定很傷心 那沒有話講 但是還有一個更可怕的事情在後面 就是他整個信仰要崩潰 面臨崩潰的邊緣 為什麼 他所相信的這個神 他過去 他以為這是上帝 可是怎麼會死在我手中呢 人家定十字架 我也眼睜睜看他死 斷了氣下來的 他現在在我手中 這是在三天之前 三天之後耶穌復活 那後來他就改變他的想法 可是現在是在中間過程當中 Cut in between 他現在Cut in between 所以他的表情是 快崩潰了 不光是悲傷 我到底在相信什麼 我這套系統是什麼 我人活的是幹什麼 這所有東西都加在一起 這瀕臨崩潰的邊緣 所以他的臉 不光是憂傷 還有很 他們 peculiar 英文叫 peculiar 就是很詭異很奇怪 很複雜 所有情緒交雜在一起 這樣他的表情就對了 他如果在那邊掉眼淚 他就散敗了 對不對 如果我是雕塑家 我雕塵他在掉眼淚大哭 那就荒唐了 如上考筆那就不對了 對不對 所以這表情是隱含著 然後又有傷心什麼很複雜 這個表情就真是難了 所以米開朗基羅做這個 為什麼是大師 他是大師啊 現在知道他是大師的原因了吧 這個藝術家顯然有 因為宗教很深度的修養 他知道故事 他也知道這個核心在哪裡 他也抓到那個moment 他不光是好的那個宣傳者 他有什麼 所有的都加起來 給他冠軍 這是大師中的大師 難怪他叫做 達文 米開朗基羅 現在會看 藝術給你們解碼了 現在需要這麼多東西 才了解這個東西 我剛才從製造業走到服務業 走到這個宗教的解碼 現在你們的水準已經高過 所有台灣的藝品家了 來 下一張 好 接下去這個教堂 你再往前走 又有另外一個 叫Caravaggio畫的畫 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耶穌幹不是定十字架嗎 是定十字架 人家用那個 那個毛 刺在這裡 刺在這裡 就要看老出來的火 老出來的火 如果組織益跟血蕎板分開 就死了 人就死了 確認死掉才會放他下來 要不然又復活 還得了 所以那時候耶穌後來復活 在門徒中顯現 門徒看他嚇一跳 說 沒有 你是人啊 跪了 怎麼還跑出來 他就說 跪不吃東西 你把餅給我 他把酒喝了 餅也吃了 證明是什麼 他是活的 可是其中有一個人叫 Dotting Thomas 叫做多疑的多馬 很懷疑心很重 他說 如果我沒有去碰到 那都沒有尊爭 民政府也有很多人 如果我沒有去看 眼見為憑 對不對 可是你看到魔術師 就不能眼見為憑 對不對 魔術師的眼見 就是不為憑 對不對 他就真的去嘆 所以耶穌講了一句話 他說 你是探到的時候 才相信我 他那時候 一看了就跪在地上 就說 你真的是上帝 可是耶穌就說 那些沒有看到我 碰到我就信了 就更有福了 來 下一張 OK 我剛才講的 全世界宗教裡面 但大部分台灣人 為什麼都不知道 這個31.5% 加上16%回教 加上猶太教這些 加起來超過50%的人 都在跟基督教有關這些 基督教裡面 基督教裡面 跟穆斯林都是一樣 同源的 同根的 這些宗教你們都不知道耶 然後其他大部分是什麼 無神論者是這一塊耶 然後印度教是這一塊耶 真的才是這個耶 為什麼我對 世界上主要的東西的訊息 你不瞭解 我現在給補充這一塊 現在知道了嗎 知識是力量 知識是力量 台灣人就是因為沒有知識 過去才被人家 匡在獵獄裡面這麼久 瞭解嗎 下一張 好啦 同樣一個叫Berdini 他做這個 可是希臘神話 他描述有一個男的追一個女的 追到最後中 好不容易碰到他的時候 這個女的變成樹枝 享受不到他青春的肉體 對不對 就很悲慘嘛 就是那種努力的追求 最後 就這個 同樣這個藝術 我覺得他的雕工 不會輸給米開朗基羅 可是在力道上就遜了 為什麼 我是一瓶家 我在評頓這兩個作品 拿來同樣送來比賽 我會給誰冠軍 就剛剛那個 一樣嘛 因為我們現在有判斷標準 他所討論的議題夠不夠深 好 下一個 我今天不要講那麼多 來 因為後面還有藝術師 下一張 開身 好啦 講到這邊 我們就在羅馬廣場去看一看 來 看看這個 誰看得懂這是什麼的 有人看得懂嗎 那是什麼 蛤 不是 不是 錯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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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它裡面有一個Fountain 這個池子裡面有四個河繩 那四個河繩代表世界的地極 四條河 印度的河繩 印度河繩的河繩 南美洲的河繩 歐洲的多瑙河的河繩 OK 這幾個河繩給我兩人家是什麼意思 我跟你講 只有帝國才可以做這種事情 你小國家做這種人家小 以前河流代表生命對不對 一個文化的開始透過河流 你把對方的河繩抓到你們家來 表示什麼 你夠大 你只有老大才可以做這種事 所以你這樣看 我現在是給你們帝國解碼 帝國的人才會做的事情 可是你們不是帝國的人 你永遠讀不懂這個東西 所以我要解碼給你們看 因為你們以前是帝國的人 以前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什麼時候被人像難民一樣的思考 為什麼時候看不懂帝國的解碼 我就要給你補這一塊 為什麼河繩抓呢 表示你這些生命的源頭 那中心被核神 以前對於一個文化的核心是神 都抓在這裡放在這裡 這個觀念很重要 下一張 這是什麼 叫艾菲爾鐵塔在巴黎 我們直接用城市名叫巴黎鐵塔 其實是艾菲爾 Ever Tower 那它有幾根腳 巴黎鐵塔有幾根腳 知道的人請舉手 幾根 四根 正確 進卡 為什麼四根 為什麼四根 就是剛才那個的延續 如假羅馬敢這樣子宣稱 法國也很貪心 也是四根腳 地的四極不要拉 只是這個帝國更臭屁 它宣告另外一個帝國的generation開始 過去你們騎馬打仗 騎馬打仗的佔地方 佔地為王 現在不是 佔天空為王 誰能夠佔領這天空 三度空間的天空 你才是真正的王 你沒有制空權 你就不是王 瞭解了吧 所以這個時候就飛機出來 過無垃圾的飛機 這時候是飛船 後來是飛機 就佔領有制空力的國家 才叫做帝國 它定義一個新的帝國的definition 再過六十年以後下一章 又一個帝國出來 更大 他說天空算什麼 我到月球去 哪一個國家 美利堅合眾國 他是不是做帝國做的事情 現在會解讀了嗎 為什麼要發射火箭 沒有事情 射到月球去 宣告新的帝國的定義出來 只有帝國可以定義遊戲規則 你知道嗎 你們都是遊戲規則的遵循者 你不是定義者 你要有夠力才可以定義東西 不管你在哪裡念書 你的大學也是人家定義出來 你研究的題目也是人家定義出來 什麼時候台灣自己來定義遊戲規則 大家整根的 沒有 我們的always follow 包括你現在的國際法 戰爭法 都是人家定好的 先進國家帝國定好的 我們這些是followers 現在要知道 到月球去 下一個 這還不夠過癮 下一張 這是什麼 知道人舉手 你講 這叫curiosity 好奇號 發射到火星去 OK 又過了幾十年 又跑到更遠的地方 那我現在就問你一個問題 地球到月球的距離 上一次不是到月球 比上地球到火星的距離 是幾倍 幾比幾 地球到火星的距離 是地球到月球的幾倍 你才知道那有多偉大 我跟你講 一千五百倍 一千五百倍 你到火星的距離 那叫 九大行星好不好 我們現在講的是衛星 到月球是叫衛星 很近 而且講行星 一千五百倍 一千五百倍 嚇不嚇人 一千五百倍 來 下一張 還把上面的照片 用高解度的寄回地球給你看 這厲不厲害 可以從這邊遙控它的動作 這才叫做帝國 這樣會看嗎 什麼叫帝國 這就是帝國 帝國會做這種事情 我們如果要受到火星的那邊 秋西郎 也沒有錢 也沒有能力 什麼都沒有 不可能做到這件事情 只能自己幻想 跟人家分享人家的喜悅而已 下一張 來 這是什麼 在巴黎的 前面的什麼 背玉明 我知道是背玉明 它設計了什麼 那是reference 不是金字塔 用金字塔的概念去做了一個什麼 entrance 入口處 要一機裡面一個入口 來 下一張 看到沒有 為什麼是這個 為什麼是這個 你們不是帝國的人 所以你們解讀不了 為什麼是這個 為什麼是埃及金字塔 法國跟埃及扯上什麼關係 跟那個無關 我跟你講 法國人最自豪的就是歷史 它是歷史文化的傳承 它講文化 講藝術 整個西方的文明 他們認為從埃及開始 然後到希臘 羅馬 這樣接續下去 法國人認為它是 接續這個所謂的 正統的文化一直下來 所以它把埃及的金字塔放在這邊是有意義的 而且又配合羅浮宮裡面的文物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你們會屬於在戰爭上面當老大 是帝國 我是文化上的帝國 了解嗎 所以德國入侵 法國的時候怎麼樣 法國人就放棄這個城 你不要毀掉這上面的東西就好 你讓我沒有沒關係 我覺得你不會太久 這是法國人的驕傲 它屬於文化藝術上面的帝國 所以它才會做這種東西 這就是帝國節 你要看得懂這個 否則你去那邊逛 我就看到一個金字塔一樣的東西 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要這樣做 法國人瞭解這個 他馬上接受被埃及的設計 管你是中國人在誰設計 只要你設計符合我們要的東西 就對了 誰在乎是誰設計的 對不對 對 subject抓對了 你的議題抓對 你的議題抓對重點 任何在世界上 你只要議題抓對重點 人家就會重視你 民政府抓對議題重點 所以美國就重視 你抓錯重點 人家沒有要跟你插 你抓最重點 人家想辦法來 那怎麼辦 下一步怎麼辦 知道嗎 過去台灣人抓錯重點 抓不到重點 台灣人要獨立 台灣人討厭 人家要趕回去 不是這麼簡單嗎 所以後面有這麼一大道法理 你抓到重點 馬上你就走到國際的檯面上去 這世界有主流的 你不要一直永遠在那個旁邊 在那邊瘦來瘦去 下一張 我講得很深 沒關係 聽到就聽到 繼續抓 因為我要考慮到所有的人 不是會針對幾個人講 也有這個 鏡頭前面的人 這個是什麼地方 知道人舉手 知道 你不是經常舉手嗎 這個什麼地方 不是 不是 你很會亂猜 下次不知道就不要猜了 沒關係 你知道哪裡 不是 這在哪一國先講 我跟你講在英國 英國 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這叫做 水晶宮 上次英國辦了一個萬國博覽會 水晶宮下一張給大家看 18多少年 18多少年的時候 具體的時間應該有記在這次上面 沒有看過因為它燒掉了 我好像有寫1850幾年 我愛說 18多少 剛才有人講嗎 我剛才怎麼聽到 多少 1851 OK 1850年 漂亮 謝謝打巴士給我 我跟你講 這裡面房間有多少個 再打巴士給我 這裡面有多少個房間 多少幾個房間 一萬多個攤位 它那時候是給人家展覽用的 萬國博覽會 展不同攤位 裡面一萬多個攤位 我親切給你問 一萬多個攤位 要招待多少個人進去 參觀者有多少個 裡面廁所要準備多少個 喝水要多少水 裡面要多少台電梯 這裡面都是用玻璃做的 因為那時候工業革命之後 他們大量製造玻璃 整個都是玻璃麵 整間都是玻璃麵 整間都是玻璃做的 1851年的時候 就已經做到這樣子 英國展示它的國力 就是用這種方法 英國展示國力的方法是這樣子 請你全世界人來看 你知道那時候光是馬桶 你看這邊都是人 前面停車 這都是人 走到他們裡面去看 裡面種滿了植物 像一個森林裡面 他們就進去裡面看 所以那時候大家嚇到了 說英國國力已經到這個地步 現在知道嗎 這是帝國 OK 下一張 我不要琢磨太多 這個又講了很多訊號 先不講這個好了 有一個概念叫GDP 大家很想說 國內所有的生產多少 GDP 你要看它是怎麼構成 先不講這個 下一個 講這個大家都要睡了 這是什麼東西 誰看得懂 隨便瞄一下 這是在寫著講什麼 我跟你講 這是美國在加州所有的大學的list 加州大學名字 這是哪個學校 University 什麼什麼什麼 有沒有 光加州一州而已 全美國有6000多所大學 光加州這麼多 而且這裡面每一間都是丁丁有名 我隨便講 Stanford在裡面 UC Berkeley在裡面 CIT 加州理工學院在裡面 UCLA在裡面 任何一所大學都是丁丁有名的大學 我隨便講幾個都很有名 Cogate大學 什麼大學都在裡面 加州一州 alone 對 有點概念 來 下一張 下一張 來 我跟你講 這是美國長春騰大學 有幾所 以後人家講說 Stanford是不是長春騰大學 當然不是 那名字寫在這邊 就這幾個 波朗 哥倫比亞 Cornel Darmouth Harvard Princeton 八所而已 這是捐給學校的錢 約13兆台幣 每年 十三條 但全台灣 整個generate 不會一兆到一兆多而已 頂多到兩兆 人家光是捐給學校 就13兆台幣 前20名的學校 捐給學校 哈佛一間 就每年有一兆 一條 一兆就捐給哈佛 alone 我們還沒講其他學校 我只是把他研究所 人數 教授 新台幣每年捐到的錢 9996就是一兆 台幣的意思 講長春騰的學校而已 我還沒講其他的 Stanford Chicago都不是長春騰 MIT都不是長春騰 我還沒講 他們研究的項目有多大 光是這個你就知道 這個數字很嚇人 OK 我現在讓你看什麼叫帝國 叫帝國街 下一張 這是什麼 誰講 剛才有人講 美國足球 美式足球 美式足球 跟我們前一陣 踢腳踢的不一樣 世界盃足球 跟這個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世界盃足球 沒有人帶鋼盔的吧 他們打球就要用鋼盔 為什麼 真的會撞死人 每年因為這樣 鋼盪斷手腳的一大堆 因為他需要用這個 來保護他們的衝撞力 足球的衝撞力 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他們需要全身保護 你就知道這種 這種運動只有美國玩 其他國家要玩 加拿大玩一點點 不夠 日本也想跟 因為他沒有這種人 你看他青菜解囊 身材是這樣 你怎麼跟他玩 200公分200公斤重 你怎麼跟他撞 他一過來就像車子撞 就像一個Mini Cooper撞你一樣 砰 你就飛出去了 然後來下一張 這裡面有高中隊 高中隊長這個樣子 高中隊就已經200多公分 體重就是這樣 這是他們的大學隊 這是他們的職業隊 每年光是這些美國的 玩遊戲這件事情 所產出來的產值 就夠養好幾個國家了 只是玩遊戲 帝國在做什麼 帝國不是每天在努力工作 沒有 每天努力玩 他們光玩就玩 這樣讓全世界的經濟 就活絡起來 只是玩 我們過去台灣 只是做一些工具 還是LOGO還是衣服 有沒有 就已經賺翻了 他們這個產業 你看每次看這麼多人 我跟你講 來下一張 這個遊戲特別在哪裡 他們有 看得懂美式足球的舉手 有沒有人 有沒有在追這個東西 沒有 所以我要介紹這個足球 這個美式足球 他們有四分位 有聽過四分位嗎 quarterback 前面有 lineman 後面有分三隊 一個是offense 攻擊隊 一個是防守隊 還有second team 然後攻擊的球員 這裡面 這個後面四分位 花號碼 他就要跑 看是要船還是要用跑 然後這個像什麼 你知道嗎 這種遊戲有點像什麼 戰爭遊戲 美國人怎麼訓練 養那麼大的軍隊 就透過這種遊戲 在這遊戲裡面 你要堅守崗位 比如說你是誰 你就好好好 你是負責跑 你就好好跑 你負責丟就好好好丟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位置 那叫什麼 守本位 顧守你的本位 台灣人貴旗都不知道自己是誰 每個位置都想坐 我想當老大 我想當什麼 什麼都要摸 結果什麼都不會 但是美國這個訓練系統下來 你是什麼就是什麼 我這輩子就努力做一件事 把我的位置做好 因為這是打團體戰 我們以前都單打獨鬥 不會打團體戰 團體戰就要這樣子 他們這只是從中 大學 職業 就這樣訓練出來 所以這些人 進入企業界都是很好的領導 因為他們知道什麼 要打團體戰 大型企業 就是美國這種訓練出來的 你不是帝國 不會有這種遊戲 這種遊戲要花多少錢 你知道 一個隊要養幾百個球員 你要賺多少錢 才可以養幾百個球員 養不起來 對不對 現在知道 現在知道 慢慢就Figure out 說到底什麼叫帝國的game 他們在玩什麼 他們每天在忙的 就這麼忙 玩遊戲 光是這個就搞出一大堆創意 每天就是往那射火箭到 衛星到火星去 這些案子 沒有一個會在台灣過關 下一個 沒有上一個 我們剛才在講 我們剛才這只是講說 他其中 隨便找一個Big 12聯盟 大十二聯盟大學隊 然後不同的logo 不同的設計 OK 然後不同的位置 然後下一張 好 我們現在講軍隊了 每年 美國的預算 18兆台幣 18兆 18兆 這還一直在增加中 我這是保守估計 這是差不多五年前的 美軍的預算 這裡面沒有包括有幾個單位 有沒有算 Cost Guard沒有算 我只是講說美國三軍 三軍裡面有陸軍 陸軍有不同的東西 海軍陸戰隊 美國有幾軍 四軍 陸海空海軍Marine 加上Cost Guard 五軍 你看 現在打的是無人飛機 隱形飛機 軍艦有這種隱形軍艦 現在美國新的戰爭方法 都不是這樣打 我們講說航空母艦 中國估計 差不多有一台 航空母艦 跟烏克蘭買的那個 派南故鄉 我跟你講 這裡就已經放了 差不多 將近八、九台的航空母艦 同時停在那邊維修 牧師長有講過這個 所以我不會講太多 這個地方我不講太多 來下面再往下 怎麼這些軍人不會突然之間冒出來的 他有養成教育 怎麼樣讓這些軍人養成到可以銜接到 就是他從小到大的教育系統裡面 就涵蓋這個部分 所以他接接上去很容易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美國的軍隊是全世界去打仗 打死了 為什麼他們沒有人上街抗議 我小孩子死在那邊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抗議 沒有耶 為什麼 如果是台灣 你要去死的兵 為什麼美國可以讓他們的國家這樣子 為美國犧牲 不是照顧問題 他是一個job 他是一個職業 對 你當初要來當軍人 就講好條件 我會負責照顧你的家庭 你的命就是我的 就像傭兵一樣 就是理所當然的 他不是義務 他只有在戰爭時候 他另外就叫那些國民變什麼 那才叫做 但是一般這就是職業軍人 就負責到哪裡打仗 就是這樣 國家會負責照顧他的家人 他就用這個來換 這樣才可以組成這種軍隊 死去打 全世界打 接下去 我講的就複雜 接下去 宗教解碼 立體化 我待會講這個 生存解碼 這個上過台灣史解碼 都講過 為什麼在講這個 因為台灣人 如果不知道 一廂情願 就想說 別人一定要給你照顧你 那就完蛋了 其實我們都在生存 為了台灣人 來生存在這邊fight 我們站在這邊 會死命告訴大家 只是為了生存戰爭 什麼叫生存戰爭 過去 就是部落跟部落打仗 對不對 打仗的時候 如果有人輸了怎麼辦 贏的就把輸的 怎麼樣 酋長的頭腦 腦袋砍下來 對不對 掛在他們村子的上面 嚇他們的人 對不對 咬到早上 整個都帶了之後 都沒事了 因為就沒有人報仇 可是久了以後 怎麼樣 這樣不對 因為土地越戰越多 土地還是要有人去跟做 對不對 他覺得這樣可惜 所以把剩下的人 只要聰明的 有力的 會跟我反對的 我殺光 剩下的老弱婦孺 留在那邊繼續種田 時間到我抽水 我給這種人的名字叫什麼 知道吧 資源回收人 你本來要是被扔掉的 像回收回來 叫做資源回收人 你我都是資源回收人 才活到今天 我們台灣人精英老早 都給我們抬掉了 對吧 白人就把他殺光了 對不對 這比較厲害的出國 不回來了 就這樣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知道嗎 每天只會吃飯 睡覺唱歌 我買東東 有押韻 吃飯睡覺唱歌 我買東東 隔壁就是一個資源回收城市 叫香港 知道吧 香港以前有總督 對不對 香港總督來的時候 時間到抽稅就好了 他把系統建立好 就這會讓錢 所以香港人不太管其他事情 對不對 直到中國回收過去的時候 江澤民也知道 不是 鄧小平也知道這票人是什麼 你繼續舞照跳馬照跑 這人就很高興繼續做 對不對 直到最近 把香港當作台灣的樣板工人 不見了 因為台灣本來就不屬於他 他也知道 所以香港就要回收了 就要收進來了 叫你唱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軍的軍歌 我打一個香港人氣的鑰匙 太遲了 比較行的都已經 移民走了 英國 紐西蘭 大英國鞋都走了 對不對 剩下不行就在那邊 所以最好乖乖的接受這個 人家給你什麼遊戲規則 一國一制 沒有一國兩制 可是跑掉的人 還是資源回收人 這群人還是每天只關心 吃飯 睡覺 唱歌 跳舞 所以這群人是 拿到哪一個國家都可以用的人 對不對 你來只是 contribute 就是貢獻給我們國家的GDP而已 你來 你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我講過嗎 就是沒有腦袋的身體 沒有膽子的辛苦 所有的功能都有 會吃飯 睡覺 唱歌 跳舞都會有 但是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你知道嗎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就是沒有效忠的對象 可是他還是有腦袋 他的腦袋是什麼 媒體 你知道為什麼 我跟你講 資源回收人的腦袋 現在是媒體 所以他的記憶裡有多久 沒有 就看那個新聞炒多久 如果紅州區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三區機安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塑化機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看媒體炒多久 媒體不講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消失 忘記掉了 黃色小鴨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所以媒體是他的腦袋 媒體叫他去買什麼 他去買什麼 媒體叫他說現在最夯的是什麼 他去做什麼 他就努力賺錢去買那個東西 他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Marketing的東西 所以這些人就是在市場的 運作系統裡面的一部分 他沒有效忠的對象 現在知道了 慢慢我會講越講越多 今天我看大家 能夠capacity到一個量 我在push 存在感 資源回收人 所以我們 是有效忠對象 我們今天成為資源回收人 是有原因的對不對 是你自己選的 不是 因為我們戰敗 對不對 戰敗所以被人家托管 托管之後又是叫流亡難民來管你 所以你就每況愈下 那個階層就一級一級往下走 對不對 現在知道了 我們現在因為訴訟的關係 我們挑出來 恢復我們正常的身分 那我為了M174的後代 為了生存的戰爭 所以我們要搞清楚這件事情 我們身分 identity出來以後 你就知道我是誰 我現在在這邊做什麼 我要往哪裡去 我是誰 我現在在這邊做什麼 我要往哪裡去 你在哪裡要做什麼 要不每個人都出國出國出國 被衝一下 我探琴探琴被衝一下 你都不曉得 因為沒有腦袋 你只有身體 只會工作 知道 來 接下來再走 再走 我們現在直接講藝術 這是早期 幾萬年前的壁畫 這個會連到我的那個 DNA解碼的一張圖 現在再下去 這幾張圖有個共通點是什麼 我直接講答案 你們需要休息一下 我看看 現在已經五點多 需要休息嗎 不用 直接把它講到完好了 OK 這些圖都有一個共通點叫什麼 定格 有沒有 freeze 盪鞦韆也盪到一半不動了 對不對 所以它每一張都像照片 這都有一個共通點 再往下走 就算印象派也是這樣 對不對 再往前走 這個有看過吧 立體畫派 上過台灣史解碼 就知道這是立體畫派 要怎麼看 看不懂的請走 看不懂請舉手 這麼多喔 來來來來 怎麼看你們看不懂 來 看不懂 我只問看不懂 牙手的剛才問 沒有牙手就不問 牙手我問你一件事情 請問這裏 為婚姻的請牙手 不是畫婚姻的請牙手 不是吧 你知道嗎 你看有嗎 看得懂啊 怎麼會說看不懂 那它是畫男生的請舉手 也沒有舉手啊 要畫女生啊 你說知道是女生 那畫幾個人 畫了幾個人 五個你還知道 就表示你看有嘛 你說你看不懂 為什麼你說看不懂 你知道她是畫人 你也知道她有五個 還要知道畫女生 所以你看得懂 只是你跟這過去 你所認知的那個畫 是不一樣這樣而已 但是我跟你說 這八道是你阿公那時候畫的 1907年那時候已經畫出來了 所以你的藝術欣賞能力 倒退到很久 你阿公阿祖那時候畫的 你現在還看不懂 表示什麼 欠教養 你這一塊是沒有再發展的 還停留在古時候 為什麼也停留在古時候 你沒有受到這種教育 過去日本帝國是有博物館 有美術館 難民之後就沒有這個東西了 刷不來 就刷到古代一支 所以我跟你說 這塊皮卡索1907年的時候畫的畫 一丟空七年一支圍斷 要知道嗎 來 下一張 皮卡索講一句話 他說他不是他創造 是他偷人家 他偷誰 偷這個人 這個人是誰 賽上 賽上他晚期的時候 他住在一個山 叫Saint Victoria山 他那邊買了一個房子 每天看著山畫畫 每一天都去圍的山 整個都去圍的山 每一天去圍的山 尾到背了 來 再來 畫下一張 就是這個山的前面 再畫 再下一張 後來畫成這個樣子 看有嗎 看得懂嗎 看不懂喔 飛去 那我跟你講 你們在座有沒有人寫生 寫生 你知道寫生嗎 有寫生舉手 你們寫生多久 早上去中午下課 吃便當 有自由 有沒有人寫生一小時的 有沒有寫生五分鐘的 有耶 那些壞學生都寫生五分鐘 要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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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生五分鐘 對呀 有沒有寫生 再壞的學生有沒有寫生一秒鐘的 沒有嘛 但是有喔 寫生一秒鐘 來 給你看 來 回到剛才那個定格的那個畫面 來 回到前面定格的畫面 來 回到前面定格畫面 台生 前面有那個定格的那個畫面 那幾張 再往再前一張 對啊 這就寫生一秒鐘 那不是 比較差 因為秋千盪到一半就停住了 怎麼可能這樣子寫生 那個小姐就停在那邊給你畫嗎 那有可能 所以那時候寫生有說 我是老師 我剛才寫生說你亂畫 老師我為什麼亂畫 這是早上九點鐘的太陽的影子 你現在中午都沒有影子 你怎麼還畫早上的 你狠騙對不對 沒錯嘛 你寫生就是畫你看到就要寫生 我看到真實的東西我畫下來 所以這群小孩子都在騙我 重畫 好奇了 還死 我就畫你看到的 那所以賽上是一個很好的寫生的學生 你知道嗎 所以他在調顏色 他看到這綠色 他調調調調調 放上去 不對 太陽光線變了 所以他又重新又調一個新的顏色 再放上去 回到那個賽上那一幅畫 所以整幅畫才會灰影 你知道嗎 所以你應該講的是什麼 他觀察的點不動 時間在改變的時候 他如果畫了兩個月的話 這是兩個月的紀錄 對不對 這個寫生就是兩個月的寫生 針對這座山兩個月的顏色變化 這樣會看了嗎 所以他是固定觀察點時間在動 那我們剛才講皮卡索是 時間不動觀察點改變 對不對 會動動腦 對不對 所以皮卡索是觀察點變 對不對 那這句話 這個皮卡索這個動作很 很嚴重 改變整個世代 過去十九世紀 二十世紀都被改了 因為他的話 為什麼 我跟你講 從此以後 對同樣一件事情的觀點 有很多個 歷史怎麼會是哪一個王殺 哪一個王建立哪個王朝 我們過去都這樣背 對不對 歷史哪是這樣 那個時代沒有其他人活著嗎 所以開始有什麼 有藝術史 有生物史 有物理 有化學史 有女性觀點史 對不對 有少數 比如印第安從他觀點寫一個歷史 台灣的高殺族寫高殺族的歷史 同一個時間裡面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觀點全部進來了 所以你的史觀改變了 從不同的人 都有他的角度去觀察這個世界 從不同的領域去看同一個東西 所以有人講說 皮卡索偉大在哪裡 他開啟了潘多拉的盒子 妖魔鬼怪都跑出來 下一張 有人講說 畫畫為什麼一定要畫在帆布上面 大地是我的畫布 我插上壁雷針 雷公公來 這就是我的圖 這樣不行 你不厲害 以後畫的定義 就不一定在帆布上 有藝術家說 整個推土機把山上的圖 弄到海裡面繞一圈 有厲害嗎 很好玩對不對 有人說畫 他就開始重新不同角度來看藝術 有說畫如果是觀念加上圖像 那我就把原來的椅子在這邊 畫一張椅子 椅子的字典上的定義寫下來 就把它都分開來 很有意思 動動腦 漫畫也可以是藝術 下一張 這個更好玩 我看你們看不懂 這是一個島 這上面是船 這個島用什麼 粉紅色的布把它圍起來 有厲害嗎 還不是只有一個島 還兩個島 還三個島 我跟你講它圍了十幾個島 嚇死你 我告訴你 水是有水流的 你們學過物理的話 我要固定這些布在那邊不要動 而且它譜在上面 還波紋 這個船過去還波浪 我還固定那個點 我現在直升飛機飛到天空上 我跟你講 在台北市租一台直升飛機 飛到上面加上攝影師 加上攝影師 一百萬 上去下來 一百萬 你看到要多少錢 還要多少人力 船力 多少布料在海 在河流上面 下一張 你看 你看 它多少個島 一直下去 你看 沒完沒了 嚇死你 我跟你講 嚇死你 這是美國的一個藝術家 我要給他名字 Crystal 和Sean Cloud 這個人主持人說要包東西 什麼東西都要包 他乾脆就把海岸 這個是整個海岸把它包起來 海岸整個海岸用布全部包起來 這個Museum整個包起來 你看多少人去圍觀 他把聖路易那個東西也把它包起來 這叫藝術家 這是帝國的人在玩的 帝國的藝術家玩的東西 比例是這麼大 你不敢想像的 我隨便講那個布就多少錢了 是多少人要去贊助 背後要花多少錢 有多少人力 你請得起嗎 布料用完怎麼樣 又可以做衣服穿嗎 又不行 都是粉紅色的 有多少人要穿粉紅色衣服 頑皮豹 對啊 也沒有那麼多隻頑皮 來 下一張 我剛才只是講說 什麼叫做帝國的創意 他們沒有限制 那個極限比我們更遠 對不對 因為我們以前狹隘的教育系統 讓你看不到這個東西 我只不過把他們過去幾年 所做的一些簡簡單的小東西給你們看 這是其中一個藝術家 我沒有看到其他的藝術家給你看 來 這就是後來抽象藝術 叫塞蘭布里 Richard Dibbenkorn 下一張 下一張 波拉 Jackson Pollock 波拉 193幾年 194幾年 195幾年 OK 下一張 William Bikuni 就是因為他畫了這個畫 有人說 美術館都放這個 你們所謂的high art 太高級了 沒人看過 你們太扯了 所以有一群藝術家就是 反動 所以你們走得way too far 所以他要弄一個大家都看得懂的藝術 他叫做Andy Warhol 聽過嗎 有在來台灣展過 Andy Warhol 他為什麼要 他就是針對這種 所謂的高級知識分才能享受藝術 我來奏解 大家都看得懂 凡夫主持都看得懂 下一張給你看 我就畫罐頭 一張一張罐頭我畫給你看 賣錢 簽名 他這就是諷刺 可是諷刺給他諷刺出名 他就畫罐頭 下一張 他畫馬鈴能不能錄 他說影像如果是可以被消費 我就消費影像給你 我印給你好不好 藝術家 也逛在美術館 下一張 就用印的 好不好看 一隻狗 都是花作的 比黃色小鴨漂亮多了 要看普普藝術 這叫普普藝術 要看普普藝術看這種 下一張 我那個 新的那個沒有拿過來 漫畫也可以 所以我剛才講到 回到我剛才講的 一旦你的定義改變 所有東西都開了 所以你的觀點一改變 各種觀點都出來 所以藝術界變成百花齊放 各種聲音都出來的 非常豐富的 貴旗又用喊這條 看不到這個世界 看不到外面的 讀到台灣 又鎖在裡面 所以我現在就是不同角度給你們看 藝術裡面可以解 台灣民進會 應該有這關教育 應該接受這種教育 才有足夠的能耐 去面對未來的台灣 你憑什麼用你現在的你 要去替台灣人帶來什麼希望 當然不行 當然要給你最好的教育 自己補起來 讓你可以面對未來 台灣才有未來 才會未來的走向 才可以跟世界接軌 我們過去沒辦法跟世界接軌 所以少數有奢侈的 家裡有錢給你送出口 那些人回來還沒辦法 活不下來 因為被這些人掐死 我十幾年前回來的 對不對 我們有一群人回來 就對台灣的告憂很有負擔 就一直做 所以我到時間大學 用設計學院 現在很出名 分數變好高 我們又不要 來 下一張 紐約 我現在不講那麼多 說到這個 當一個夠格的大日本帝國國臣民 各方面都要趕上並樹立典範 這一代不行 好好的栽培下一代 就是這樣 我們做不到 我要改人太難了 我跟你講 裡面已經受到那麼多年的教育 要改很難 但是我給你這個能耐 好好栽培我們下一代 沒有錯 你當成為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但是你夠不夠這個格 現在哪一個日本人 站在你旁邊 兩個人比比看 你從穿著 談吐 日常生活的習慣 你會努力跟別人比平嗎 沒有錯人家叫一聲大哥 因為你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但是你被難民叫了兩三代 已經沒那個拼了 我們現在就有夠格 你知道嗎 你當臣民 沒有錯你的身分是這個 可是讓人家叫你大哥 叫得很順好不好 怎麼叫得順 你要夠格 怎麼夠格 你要受到足夠的教育 訓練 藝術教育 提升你的追蹤 這樣才有夠格 民進府就做這個工作 我們就大量的訓練我們的人 讓你馬上在短時間 拉到那個位置 過去他就壓軸 不然你台灣人不要讓你做頭 現在就讓你做頭 讓你起來 我們是有這個能耐 過去是啊 北部阿公阿嬤那一代是 為什麼我們兵都不是 沒關係 他有起來 OK 就像我們這一代做不到 我們好好栽培我們下一代 拜登的教育 完全給他改過來 對吧 好 下一張 這就是講 剛才講MVG 補這張圖沒有看過的人 後來用DNA Q-tip 一棉花瓣口腔一挖 就出來 藍色體抽出來 DNA的排序都出來 幾億個排列組合 人因為在傳宗接代的時候 他會複製藍色體 有時候會誤差 誤差的時候 就有個記號 一個sign 記號就carry在所有你的後代裡面 都有這個記號 所以你要認你的祖宗很容易 就說有這樣同樣的記號 都是這個人出來的 他們用這個來倒追 倒追到後來 所有現在活在世界上的人 都來自於同一個地方 哪裡 非洲 都很清楚 有的人說 非洲有點遙遠 我到底是哪裡來 所以你就從這邊找了一條路 M174 到南亞 走到印度南部 走到馬來半島 爪哇 台灣 到日本 還有朝鮮北部 最後再進到中原地區 對不對 所謂的中原地區有多少人 有中亞來的 有歐洲來的 有蒙古下來的 有西藏上來的 有南方上去的 所以誰是雜種 中國人是雜種 完全正確 因為好多種人種 到最後 剩下兩萬年 四萬年到這邊 所以要兩萬年到這邊 所以是最近幾百年 他才變成幾千年 就算千年好不好 比不上我們的四萬年 對不對 可是他的DNA 所以那時候韓國人說他們是中國人的主權 因為他們很討厭韓國人 可是事實是如此 事實 我們事實拿出來 可是 抱歉喔 日本又是韓國人的主權 我們又是日本的主權 馬來人又是我們的主權 最後就追到非洲 現在知道了嗎 那這個血液是沒辦法騙人的 你在這邊四萬年你就很純了 所以高燒主要很高興 我在這血液很順 不用跟人家 我那時候也講什麼叫種族屠殺 現在不用真的殺人 他大量的人口 竟然給你稀釋掉就是了 中國就說 大量的人口移民到哪裡 西藏 那西藏為什麼要流亡 怕你給他稀釋掉就沒了 所以西藏人 因為要把他的種留下來 移到印度 美國也想辦法幫他付錢 就讓這個人種留下來 中國一方面在講說 我要保育熊貓 熊貓在這邊滅絕 可是你另外一方面要去殺人 把西藏把他滅掉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所以他很 hypocris 偽善者 一方面宣告說 我這個保育熊貓 對動物這樣 對人不是這樣 對台灣也是 他對這塊 所以我跟你講 你可以去嫁給非洲黑人 你可以嫁給白人 你嫁給印尼人 馬來人都可以 偏偏不能嫁給直達人 為什麼 因為其他的國家對這地方 沒有土地的野心 是這個理由 不是我種族歧視 是因為你要保留你的種 人對你在土地有壓心 所以那時候 老母子說 不要叫外星人 不要帶中國人 為什麼 是這個原因 他們或許不了解 可是發自本能 要保護這個類型 這個種下去 結果那時候 美國人問說 你是什麼人 結果我們有一位 黃曹琴說 我們台灣人 我們也是中國人 為什麼他會講這句話 美國人說 好 尊度好 你們都是中國人 撒走堆 對不對 結果不是 那為什麼黃曹琴會講這句話 回到我們那個大圈圈 我們被大清帝國掠奪者 進來什麼 兩百多年 信誓語言文化 把他打到我們面部做的人 搞不清楚自己是誰 以為自己講台語 說火鍋 說火鍋 你就變成那種人 結果都不是 來電什麼閩刻卸鬥 傻瓜 你說同一種人 互相卸鬥 因為講的語言不一樣 都被人家玩掉了 結果你的種都是 統一種種 都是被捕捉做的後代 這是科學證據 這不是我編的 如果是我編的話 我現在老早就被人家攻擊 網路上攻擊 可是你提出科學施政的時候 就證明說你到底是誰 你如果搞不清楚自己是誰 你就不曉得你的敵人是誰 你為什麼而生存 為什麼要戰鬥 你先搞清楚你自己的 你才知道活著幹什麼 你才有那個腦袋 你才有orientation 你才有方向性 否則你每天就是 魂魂惡惡的過日子 吃飯睡覺參科跳舞 支援回收人 為什麼要知道這個 就是這個理由 下一章 要不然也不用講藝術了 對不對 我們是高級班 高級班就要講一些 比較深一點的東西 來 下一個 剛才講的這個 很多台灣人說 許老師說這個不太大 我現在住地堡 我開的是 Bugati的跑車 一台上億的 很高級 可是問題是 你雖然住豪宅開豪車 可是你的名字 稍微寫著 叫做奴隸 你知道嗎 你再怎麼有錢都在這個階級 五十萬人上街看 你還是在這個階級 為什麼 人家再怎麼傻 你只想說 放起來就要放在總統府那邊 總統府那邊 都可以當你總統 人再怎麼笨 怎麼傻 他還是制定遊戲規則者 你沒辦法違抗他 最後是他定你的遊戲規則 不是你定他的 因為你位階在這裡 你上不去的 你是被佔領地的人 我們後來就是告美國 拜託拜託 你要直接佔領 不要找這三流的國家來佔領我 對不對 我寧可被一流的美國日本 對不對 我為什麼會讓你中國人教 對不對 我們位階也比較好一點 但是我們被這群人 我們在這群人教 是有原因的 無關因 為什麼 以前大日本帝國太強了 美國跟你打 差點輸掉 對不對 所以他站到你之後 馬上把你毀掉 台灣人跟日本人合作 不得了 對不對 所以他怕你起來 所以他來的目的 就是要毀掉你這個系統 本來帝國有帝國的系統 很強的 以前台灣建設那麼好 都世界一流 中國人沒有關係 什麼地下水道 自來水 都不知道 後來進來以後就嚇一跳 最後就是破壞了 所以我們到現在 對什麼叫好的建設 你去看日本就好了 台灣以前跟日本 到底現在就是水準了 就是這樣子 不會像現在這個樣子 什麼地下 買氣爆館都不知道 都不跟你說 因為他不把你當作他的臣民 你跟他的關係不一樣 他為什麼要在乎你 你有沒有聽過偏遠地區 台灣島就這麼小 居然有偏遠地區 我不敢相信 美國那麼大都沒有偏遠地區 有沒有講說加州是偏遠地區 德州是偏遠地區 沒有 比台灣大不知道幾千倍 就是因為他是中國城的人在管 所以離開中國城都是偏遠地區 你知道 對不對 所以資源不會給你們地方 你死應該 變成這樣 台灣人很可能 來 下一張 所以那時候講 徐老師你說這麼多話 我這一輩子就追求自由 幸福快樂了 對不對 那時候講了好幾次 覺得自己一輩子 就追求自由 幸福快樂請舉手 不要客氣 你知道 現在都不想舉手了 都知道我這個有暗裝的 沒有錯 我講一個例子 有醫生如果以賺錢為目的 醫生你趕快去看 不敢 對不對 怕死人我怎麼敢給你看 可是如果有醫生他說 我以把病人病治好 提供最好的服務為主 這樣醫生就不錯 對不對 因為這樣子 所以有很多病人 因為有很多病人 所以他賺很多錢 這樣就合理吧 因為他按照步驟去獲得這個 疾 可是你直接跳到錢就不對 過程不對 沒錯吧 一個女生看到一個男生 這個人好像可以給我 自我幸福快樂 我就嫁給他 結婚以後沒多曉 這個不太行 我再換一個 永遠在追求自由 幸福 自由幸福快樂是副產品 副產品就是buy product 當你把你的主軸抓對了以後 這些副產品是伴隨而來的 比如說我愛一個人 我跟他結婚 OK 兩個人夫婦便手自足 建立一個家庭 爸爸做的事情 媽媽做的媽媽做的 小孩子好好念書 晚上回家的時候 媽媽煮一頓豐盛的晚餐 大家在餐桌上面 享受自由幸福快樂的感覺 這樣對嗎 這樣的自由幸福快樂 是伴隨而來的 可是你把這當目標 永遠追不到 一樣 很多東西 台灣人都是不照順序來吃東西 全部都亂成一團 我隨便講 對男生來講 性 性是包括在結婚姻裡面去享受 是對的 你把它抽離出來 弄錯了 所以就會毀壞婚姻的架構 在婚姻以外去享受性 你就是體貼什麼 你的身體 對 你就用那個在思考 不是用這個在思考 你知道嗎 我不要講太深了 就是不管你要得到什麼東西 你要按照順序去獲得 所以台灣人 你要真的自由幸福快樂 回到法理裡面 回到你正確的管道裡面 把你的身分先確立以後 你接下去的享受是 名正言順 你享受那些自由幸福快樂的感覺 是伴隨而來的 當你台灣人的身分確立之後 你的享受人生是正確的 你現在名不正言不順 說你中國人也不對 說你台灣人也不對 你從來就沒有搞清楚你自己是誰 浑浑噩噩的過一輩子 那不是 過去都是這樣 你沒來這裡上課 你怎麼知道你是誰 完全不知道 我管你學歷念要多高 或者賺多少錢 住什麼豪宅都不算了 死掉的時候都一切成空 一切成夢 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知道你是誰 我為什麼活在這裡 在點上為什麼來 你們是關鍵的時候 關鍵的人物做關鍵的事情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在做就是這件事情 下一張 然後再下一張 拜託我們講到那個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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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那個經濟解碼有沒有 有沒有經濟解碼那張圖 我沒有了嗎 我舊的圖案沒有了 OK 好好好 對對對 我剛才怎麼跳到這一張圖 講到這個齁 我要講一個故事 我們還有一段時間 你就當故事講 二次戰 不要二次戰 我講越戰好了 越戰結束的時候 越戰是誰打誰 美國打越南 有些美軍就被抓起來 關到什麼地方 又是集中營 越境戰俘營 那有個美軍就是 戰爭結束就回到美國德州 拿了一個大的反布袋 回到美國的時候 就馬上跑到銀行裡面 把他的袋子放下來 小姐我要存錢 小姐問他 你要存多少錢 八千萬 怎麼那麼多 抱歉我沒辦法處理 我請經理來處理 經理就來 先生聽說你要存八千萬 對啊 八千萬 可不可以讓我看你的錢 給你看 橡皮筋捆一捆一捆 好多喔 那個經理就拿起來看 先生你不要開玩笑 這個是大富翁的錢 大富翁的玩具錢 你們知道大富翁嗎 遊戲錢 現在你在開玩笑 你知道那個越戰路的人 哇我不氣笑 這個錢在我戰福營 真的是拿來可以買紅酒 買古巴雪茄 買牛排都可以 可以行得通的 這個經理也不是省油的燈喔 經理說什麼 只可惜你們那個戰福營現在關掉 如果還開的話 我倒是希望用一些美金 跟你換這個錢到裡面去享受 這句話很深的經濟概念 為什麼 1972年 改革開放 中國 改革開放之前 中國有沒有印鈔票 有 但是不通用 對不對 所以他需要東西是怎麼樣 以物換物 所以他跟蘇二 那時候蘇聯 用東西用火車載來載去 我缺煤 缺什麼 那你缺民生物資 我就來交換 因為他錢不管用嘛 那後來他看到 這再下去的話不行 永遠吃大鍋飯 永遠穿毛裝 1972年的中國 他就看西方國家 越來越有錢 哇 各種 怎麼講 就是物資豐富 大家在享受人生 他還想玩 這樣走下去 我們一定被滅掉 所以他就跟美國講條件 你在玩大富翁 你進去要做什麼 你可以拿台幣進去玩大富翁 我要玩大富翁 我拿兩百塊給你買 沒有用嘛 你要用裡面的錢 所以你要進入 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玩的話 你要怎麼樣 用資本主義的錢 你中國印的錢有沒有用 不能外面流通 所以美國等於是 而且中國做的東西 資本主義社會 沒辦法享受 你做毛裝誰要 誰要騎 所以我要怎麼樣 做一件事 你想加入我們遊戲玩 我要把你訓練到 有用的人 我要讓你製造的東西 我們想買 所以要用這樣的技術跟資金 進入中國 你本來的錢不是錢 我讓你當作你是錢 等於送你兩千塊 玩大富翁一開始 兩千塊送給你玩 不然你沒錢拿算 他就把你的中國錢 跟美金做兌換 所以突然之間 他變很多錢 因為他學習製造之後 開始就可以賣東西了 從一開始跟外界不接觸 到開始接觸 接觸過程當中 有這個transition 做完以後 中國就突然有錢 你如果想玩資本主義規則的話 你賺到錢 做什麼 要改變人民的生活水準 知識水準 要改善 讓市場越來越開放 結果中國賺到錢 不是這樣子 他更前置人民的思想 他想說 網絡還要跳出來 還要爬牆 網絡還要翻牆才可以出來 然後他大量的仿冒 都按照遊戲規則去玩 所以這個對於生遊戲的人來講 是在破壞遊戲規則 你賺到錢又去買武器 買完武器還去買石油 準備要燒台 如果你的武器是拿來自我防衛 也就算了 可是你武器都是對外攻擊的 像前一陣子一直挑釁釣魚台 這個故事我已經講了兩年半 三年了 那時候的故事就演變到今天的情況 他變乖 可是中間 三年前還沒有這麼乖 他一直在挑釁釣魚台 那為什麼 因為他經濟實力變大 大到一個地步 他覺得可以取代老二 老大 美國 所以你來是來亂的 還是要來加入遊戲規則 對啊 大家就覺得你是 就是野蠻人 因為你進來之後 這個遊戲規則會亂掉 中國進來有它的這種 仿冒 侵犯智慧財產權 潛制人民的思想自由 你知道這整個資本主義的運作 是維繫我們今天的 生活的文明的理由 我舉個例子 我先介紹這個圖形是什麼 一開始是什麼 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 啟蒙時期 之前是黑暗時期 你知道嗎 人類的生活水準 就很基本的種田 吃飯 睡覺 就這樣 可是 黑暗時期解闊 人類開始發覺 大智能裡面好多的解碼器 我一解開之後 我可以從大智能裡面 得到很多的利益 舉例來說 你們家裡什麼燒水 煮水 煮水就是冒煙 那叫水蒸氣 水蒸氣 水蒸氣有什麼意義 對一般人都沒有意義 可是對科學家有意義 所以他用水蒸氣製造什麼 combustion 內燃機 內燃機出來什麼 就有機器生產 本來一雙鞋一天 一個人做兩雙 可是有了機器 一天做一千雙 大量的東西被製造出來以後 拿到市場上去賣 拿到市場上賣了 賺了多少錢以後 回來做R&D 再研發 再製造 再生產 利益 所以一開始什麼 insight 就是讓你有洞見力 看到自然之間奧秘 把它解開之後 產生給人很大的power 能耐 這個能耐 就製造很多的產品 讓人賺很多錢 所以這一個正向循環 一直在轉 對不對 因為這個資本主義的運作 人類的疾病減少 對不對 沒有錯嘛 以前誰去做藥 黑子病一出來大家也怕死 現在一波一出來大家想辦法研發 研發要錢 那錢哪裡來 就是透過這個資本主義的系統 在運作 運作之後怎麼樣 大家知識增加 以前用手機卡點位就好 為什麼還要用智慧型手機 那你用智慧型手機 大家轉不過來的時候 你要增加你什麼 知識 你要increase your knowledge 才可以使用到智慧型手機 那人類就是因為這樣資本主義在運作 文盲就沒有了 對不對 有大量的錢可以蓋學校 大量的錢可以去蓋醫院 所以人類因為這資本主義的運作 很多問題解決了 疾病也減少了 那是什麼問題解決了 對不對 人類的生活舒適性 以前我跟你講話 爬兩座山 跟你講完話再爬回來 今天沒有電話一打 我還可以看到你的影像 是不是省了很多時間 人在享受這個快樂 可不曉得這是什麼東西 造成今天這個東西 不可能做這種東西 就是資本主義的運作才產生 那怎麼讓這個資本主義 我跟你講他只要一停頓的時候 他整個世界上的人 就回到原始時代 蠻王時代 殺來殺去 搶動一次 你們這些現在所有的 身體上的技能都沒有用 你現在所學到的技能 都不能應用在生存上面 所以你這個資本主義 這個要運作的時候 怎麼讓它停下來 為什麼BGO 說台灣第一個不能獨二利 第二個不能進入共產主義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共產主義 就是讓這個資本主義的輪子 停下來的原因 那我就可以解碼對不對 我告訴你為什麼這樣子 我跟你講 在資本主義的運作當中 有一個重點 怎麼讓輪子滾 就是讓窮人覺得我要努力 我要更好改善我的生活 那有錢人覺得 哇 人生好多美好東西我都想買 懂嗎 要有消費才會有製造 如果大家都像和尚吃素 吃菜 什麼人生所有的慾望都沒有的話 資本主義完蛋了 咬不下去了 咬不下去 就回到原始狀態 所以資本主義它不斷的消費 不斷的製造 不斷的研發 只能往前走 不能停下來 連慢下來都不可以 可是共產主義裡面是什麼 它讓窮人都吃得飽 讓有錢人都覺得 當有錢人真是一個罪 對不對 沒有錯 這共產主義就是要鬥倒 紅五類 有錢的 有土地的 就要鬥倒 沒關係 到後面去 沒關係 來 慢慢來 沒關係 OK 讓它停下來就是問題 共產主義就是跟 資本主義的反向操作 知道嗎 當有錢人覺得生活空虛 窮人覺得生活很滿足的時候 就是資本主義要死的時候 你們要想清楚 所以以後你們在座當位 有當議員的 擔任內閣官員的話 你在設計法案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一件事情 我這個政策一出去 是讓整個資本主義的運作 或是停滯 比如說說簡單的 比如說最近還 減能減碳對不對 我們講大賣場的溫度 上升兩度好不好 這樣我們省很多錢 我跟你講這政策大錯特錯 為什麼 你一上升兩度 27度 28度 比我家還熱 我幹嘛到大賣場買東西 你做這東西要賣給誰 沒有人去賣場就 就沒有消費了 沒有消費這個就垮了 你在做的動作 是在整個經濟 現在知道我的意思了嗎 你不能單方面思考 你動一髮動全身 牽一髮動全身 你上高級班 你就要有這種認識 對整個資本主義 你是在幫助運作這個系統 不是讓它慢走 所以不要當愚蠢的官員 也不要當愚蠢的議員 你要有 with this concept behind你的腦袋 你要這個概念 經濟什麼叫活絡的概念 你才可以做right decision 除了法理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 對經濟基本的概念 為什麼要against communism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在這樣的系統裡面 需要什麼 資訊完全的透明化 沒有股市的按盤交易 沒有insight store trading 沒有內線交易 對不對 資訊透明就是這樣子 沒有錯吧 每一家公司都要搞清楚 它裡面 到底現在製造生產什麼 現在市場是什麼 就是資訊要透明 資訊透明就是言論自由很重要 媒體的自由很重要 不能被鉛制在特定的黨派裡面 只能單方面 不讓你知道說 有國際法有三番四個協議 不是嘛 這樣就不是一個正常 所以為什麼共產主義有問題 那是政府在掌控的一個system 那我們現在一連串 不管簽什麼簽什麼 目的就是打破這叫做貿易障礙 貿易障礙就是這個東西 你讓這個整個quill 資本主義的輪子滾不下去 就是貿易障礙 比如說你保護特定的 在你們國家裡面的產業 就是貿易障礙 所以我剛才講那麼多故事 從越戰的講到這邊 就在講這個東西 高級班就要知道這個 有沒有意思 好玩喔 大家差不多要吃飯 再五分鐘 再忍耐一下 那因為資本主義 我跟你講連戰爭都消滅了 你知道嗎 過去的戰爭一下就 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 人越死越多 可是我跟你講 在未來人死的會變少 像現在 美國去打特定國家是怎麼樣 用無人飛機去打 已經不用人打了 像伊朗前一陣子不是有那個 核子彈計畫嗎 那時候嚇到西方國家 結果 也這新聞我追了一陣子 突然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聽說 帶這個整個project的頭 有一天上班的時間 突然有個飛彈打來 炸掉了 這個案子就結束了 危機就結束了 你記得賓拿燈怎麼掃 他就是關鍵性人物被拿掉了 然後整個危機就結束了 所以以後的戰爭 是這麼複雜的一個戰爭 不像我們看到 拿刀要穿來搏 都不是 我們民政府這也是 法律 就是be smart 你在法律上面 各方面做對了 那就這樣子 不需要打打殺殺 因為大部分的人民 是資源回收人 不要去欺負他們 大部分人都資源回收人 對這個敏感度是沒有 對政治的敏感度 對你的法理的敏感度沒有 他們每天還在上班 吃飯睡覺 因為每天忙忙碌碌在過生活 你也不要去打擾他們 你上面頭掉 有一天他醒來 怎麼換頭 但是他還是要每天去上班 吃飯睡覺 所以很平和的轉移 對不對 知道嗎 就不需要吵 因為他們本來也不在乎 都換了什麼都一樣 但是你們在座各位都不是這樣的人 我說你們是關鍵人物 對吧 關鍵人物知道關鍵的訊息 做關鍵的判斷 所以很緊張 好啦 最後再講一段 我跟你講 沒有人知道說他在大學的時候 校長畢業典禮的時候講什麼話 對不對 我會注意 我這個人怪咖到什麼 以前我一個校長 他畢業典禮的時候 人一生 要做什麼事情 要Follow一個Calling Calling就是呼召 Calling就是呼召 比如說有一個人天生在音樂家 哇 彈起鋼琴又能做曲有什麼 可是他長大過程 他爸爸媽媽跟他講 出這個不出團 做音樂家還拜的夭食 你整個做醫生 所以他就用的黑心命去搭擦 沒有錯他當了醫生 台大必要五指登科 有的妻子房子孩子 什麼車子什麼都有了 對不對 結果他永遠不快樂 為什麼 我本來就是一個音樂家 今天變成一個醫生 每一天跟人家看白 嘴巴打開 本來就在彈琴的 不好意思 在座如果是醫生 不要因為我這樣講 就不做醫生跑去彈鋼琴 結果他趕快想辦法退休 錢賺夠了 趕快又回去念音樂器 去玩他的音樂 為什麼 這樣才Fulfill 就是滿足他當初的 自己對他自己的呼叫 就是本身有才能 需要發揮出來 可是這叫Calling from within 就是with加I am within 一個叫without 就是你以外 比如說同樣是一個音樂家 可是他整場過程當中 北部離婚 村的弟弟妹妹都沒人家 我是老大怎麼辦 就算我有滿身的才能 會彈鋼琴 彈不下去了 馬上要照顧弟弟妹妹 我想辦法去打工賺錢養家 所以那時候你就沒有 方法顧及自己的 本身的才能的呼叫 因為旁邊的呼叫更大聲 你要馬上去做這件事情 對不對 這叫Calling from without 或者國家開始 像我們現在面臨大變革 我們馬上站出來 對不對 這種就是外面的呼叫 還有一個呼叫來自天上 很奇怪 那叫什麼 上帝叫你去做特定的事情 理由不祥 像誰 馬接就是 馬接是加拿大人 在普林斯頓念神學院 後來上帝叫他來台灣 那時候佛爾摩沙是一個 雞不生蛋鳥不殺拉死的地方 他是那種先進國家人來做什麼 可是他有使命 因為他上帝叫他來 他如果不來在那邊享受 人生的快樂的時候 他不會快樂 因為他有一個使命 上帝叫他來 所以來台灣 他在這邊帶我小孩 他這邊蓋了教堂 蓋了醫院 才有今天的這些系統 馬接的系統 醫院系統 照顧不少人 他那時候一個人來台灣 做這麼多偉大的建設 很多學校蓋起來 給台灣人知識 教育 這就是上帝叫他來的 你要講的道理沒有道理 叫做Calling from above 那我一樣 我是畫家 我從小就知道我這個畫家 我就以畫為生 跟你們講話 講這邊有的沒有的一大堆 Calling 就是人家Calling 你們在座各位也是一樣有Calling 因為當我在畫畫的時候 我聽到台灣有這條路要走 我現在的筆就丟掉 我先完成這件事情 要不然我畫畫不下去 台灣人都沒頭白一天 我畫不下去了 我沒辦法想說畫畫這件事情 直到有一天 如果我這個台灣民進屋完成了 我就有責任了了 上帝如果還給我生命 我命又下去 我就回去畫畫 知道嗎 同樣的東西 勉勉再做各位 好 我今天就講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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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